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大家早安 阿密格佛新年好 長得不穩人喔 下禮拜的今天就大年初二了 這個 我們隔好幾天了 他現在這裡有日期我就不在秀 剛剛也秀過 應該有一兩個禮拜 終於繼續我們的這個 城市那時候講說 休息一下先專心把該做的事做完 中研院的掃描也告一段落了 因為手邊已經掃完了 然後禮拜二約了禮拜二要去 把資料還回去 順便帶掃描器假如真的都掃完了 掃完去都不廢話 那時候想說 那時候興致勃勃應該不會忘記 其實也差不多了 所以人很可怕 所以老師他們說他們老人家忘得很快 你看我也是半百了 年薑半百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 力量有多大 那這怎麼辦呢以前學的都完了 不會 修養絕對不會忘掉 除非你變老人痴呆了 自己的修養功夫進階學習 可是這種四字變衝的東西 就真的會忘掉 自己插網路什麼叫四字變衝 所以你說什麼是真的連這個智慧 為什麼有老人四字陣 你學會的東西 哪一天都不用整個BUFF不要講什麼我們到了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需要的技能還需要嗎 需要的修養 為什麼有人生來那個個性 就是比較好 有的生來個性就不好 有的生來氣質或什麼就不一樣 對啊 不完全是後天教養 雖然後天教養也很有關係 人家敬諸者其實 是 你看同樣生出來的Baby 我相信 你讓他同樣一個環境你不去教養他 那個氣質和本質還是有不同 為什麼前世帶來的氣息 好可怕 或者他投胎到這個 我們這個人生 臭皮囊的時候 宋明裡的家講的 氣質所感 所以也有可能有關係 因為怕太吵了 連我這個佛號 放那麼小聲都會吵 何況只這個 他這個更大神 所以我先關掉 我這個直播 想看的時候 非洲現在還沒天亮 還要亮得更好 所以這幾天有點拖就是有點 忘記 其實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寫這個 他叫我們先練習 我們卡在這 先不要往後面看 不要往前看 你可以啊 你看中文就是這樣 到底是前還後 也可以說往後面看 這裡後面標準是 第一頁是前嗎 最後面 像我們前面學那個 那個 巡序容器裡頭也是 容器哪邊是往前back forward 因為他有反序的容器 反 反方向 那時候你的back就是 如果以他 最後一個元素是 開始的話 反方向當然是 往我們所認知的 第一個元素哪一頭 怎麼還在叫 靜音哪 這幾天有空的時候都在思考到底要怎麼做 嗯 跟賴要引入這一行 man 這個是他叫我們先練習 你的這個東西要做些什麼 那我們可以先做man 比如說我要怎麼調用這個 我要自行查詢一定要有一個 他這裡有說 一直輸入到 讀不到為止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這一定要吸引嘛 讀者是虛弱 新Sterge 要查詢的 這個 自傳 這裡是沒有封口你看 連這個都會忘 我還以為這個為什麼會錯 剛剛看他出來往後面看 這個位置很重要 他其實是前面少了一個 Token 對 用了一個沒有 Line number沒有初始化 加加 所以這個Line number當然就要0了 對一開始 他提醒你沒有初始化 這樣就給 他這個是 城市庫平約他這個反而沒有 預設初始化 所以不像是對你他可以幫你初始化 你還要自己 直接初始化 我剛剛那個是用拷貝初始化你可以這樣直接初始化 甚至之前有學過是大瓜服 他可以幫你 幫你檢驗 初始化的詞 符不符合 那這裡應該會出問題 還可以 傳列初始化 這看不出來我們關掉 他這裡應該就會 不會不見了 這不知道怎麼給他更新 明明就改了 他覺得我還沒初始化 我們關掉 Close Solution 這個方案關掉 在這裡拿開 應該就不會有這個錯誤 現在是 一直讀到 所以 你 一定要 See in Serve 一開始一定要來一次然後再循環 所以應該是這樣 這個寫在這裡 應該是Do Why才對 然後都會後面要封號 這是一個數據 讓他輸入成功 我們先See out 請輸入 全所自傳 怎麼還在叫 這是全型的 怎麼還在叫啊 怎麼還在叫啊 請輸入檢索自傳 請輸入檢索自傳 或按 或輸入Q離開 然後 然後 這時候他就See in 所以反而這裡不應該 我課本好像他也是用Break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在這邊的if if 你先See in Search 他如果還是 Full 就Break 嗯 哦 那假如不是Full的話 不能這樣 是這樣 成功他會傳來True 一個邏輯運算 否定他 不行嗎 原來只是 那我這裡也一樣啊 這裡 改成這樣 不行 一定要 花錢 屁股 然後 輸入 輸入失敗也是 離開自傳 輸入成功就會 然後 if String Search 等於 OK 也是就Break Break就離開了 離開就要回一圈 Do 這就不能Do了 要壞 所以他 課本有講這裡處是不能省略的 哦 我們把這個拿掉 把這個搬上去 他是會一直True 一直循環 只有在這兩個條件的時候他才會Break 那其實這兩個可以合併成一個 對不對 第一個 先成立 成立的話就不用判斷第二個了 那第二個是 或 不是End 第一個成立的話 或第二個成立都Break 或就是 End是兩個這個嗎 這叫什麼又忘記了 怎麼念 點字 點字號 新號叫Asterisk 這樣 Asterisk Asterisk Hyphen 那個Hyphen是連字號 這個呢 And 啊這是End 這裡可以唸End 可是這個好像 符號裡頭 中文要怎麼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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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覺得好像是A% 那這個這個不知道你怎麼唸 Pipe 啊 Pipe Pipe 啊 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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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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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teca Volteca 英文叫Vertical Bar 直到一个Bar Vertical Bar 薯条 我们就姑且叫它Vertical Bar Double Vertical Bar就是和 这一个条件成立和这个条件 那这两个 前面判断成功了 就不用判断后面 佛你写一个是两个都要判断 这个是跟西下的原理是一样 然后VB 好像就没有这个运算值 没有这个逻辑的运算 没有定义这个逻辑 这都是系统里头 就是西加加不能说系统 西加加语言 你要想系统的语言系统 西加加语言有定义的 所谓的Building 内建 然后 这样就可以了 不Break的话 就要执行查询 那查询一定是text 我们要 定义一个test pression 它是大写的 因为我这里没有include 没有include 我觉得这应该也写小写 不知道为什么课本是大写 好吧 好吧 人家一般是大写比较好 这叫陀峰命名法 像骆驼的峰 背上的两座峰 或单峰骆驼 上峰骆驼 可是后来我发现一般像西下西语言 他们全面都小写后面 分字的时候才会打 为什么 打字方面不要第一个就要按Shift 大小写切换 毕竟 这个不能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include include 自己定义的就要用这个了 等一下看需不需要用到query 那这时候就可以了 testquery 对不对 然后 定义一个testquery 然后初始化 还有三个初始期我们定义的 一个长直的 testquery 一个是 in fire stream的testquery 哎哟 那就不对啦 那你这里要给他丢一个fire stream 让他去检索 可是怎么没有定义那个呢 你怎么是要传入检索字串啊 哈哈 查询的功能是到testquery 这是查询结果吗 这个 所以 建构子 建构器 replay 这个很复杂的就用 pair iterate map map里头的迭代器 我们改用这个别名来命名 什么一长串的东西 嗯 public建构器啦 嗯 这才是类别下面 这两个是建构器 这是解构器 一个预设建构器 一个是testquery 传入一个 然后检索哪一个 然后一个是string 嗯 当你用预设建构器的时候 不行啊 你一定要检索一个文件 对不对 预设建构器就是表示我 如果他是预设建构器 我这个streamfire 这一定要定义啊 对啊 没有资料哦 怎么能查 对吗 这里 一定是这个吗 stringfire 你看这里没有错误了哦 刚刚说没有错识的话 现在有了 这里还没写完 这不是错误 嗯 你可以指定一个档案去找 对不对 这才用第二个建构器啊 预设建构器我一定是要 一个东西所以他这里 这两个会共用一个功能 预设建构器我可以说 对不对 这里后面就要 看他可不可以呼叫他自己 Test Query 然后这里就呼叫一个 他不能呼叫这 他会把他当类别 好好呼叫这一个 这样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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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Infine一定要做一個成員 資料成員 Infine String 資料成員 其實應該是叫人家 不是在這裡資料成,一般人家輸入的一定是輸入一個 檔案路徑嘛 怎麼會叫人家輸入資料 像我這裡 請人家輸入我並沒叫他指定檔案,可是以後如果擴編的話,你再指定我要找哪個 檔案裡頭的字串 就可以輸入兩個條件 這時候人家輸入的一定是個檔案的路徑或檔名 全檔名就是包含檔案的路徑 你再用第二個建構器去 搜尋,應該是這樣 當然我也可以把程式 Infine String寫在這裡 對不對 現在我至少這裡就不要再動太大了 我這裡要全部重改 所以我這裡Infine String,這竟然不能直接掉用它 可以耶 這還是可以嘛 這個時候用這個Fire String 要用直接初始化 Nfine String 直接初始化就是要用 Fire String 就這樣 就這樣 就沒有定義 這就是要用的 就這樣 有 這就是要用的 我們就不能給他用預設 預設那個 就不能用預設的那個 建構器 應該不能有預設建構器 預設建構器你沒有給他指定那個沒有意義 一定在這裡要指派一個你要找的 所以InfileStream這裡要用 因為需要用他 這加不加分號都可以加分號表示是一個空數據 所以不加分號的地方就句號嘛 西語言裡頭的 西加亞語言裡頭的句號 不加分號的地方就表示 你加了一個分號的空數據 然後必須加分號的地方就表示他一定要是一個 那個句號 所以不加分號 你物價多加的分號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裡一定是要一個 那就不能在這裡 否則回圈就一直堵 所以一定是在這 FIRE STREAM FIRE STREAM 然後 就FIRE STREAM 要Infire STREAM 這個咦 GROAN 只好我們做 前面說 測試就這個嘛 把這個 Copy 這裡 記得兩個 我最近看那個這個很不錯 哦 觀看紀錄,我來給他做超年級 加到這有時候有什麼即時影像 生活即時日常 來這好了 好 觀看紀錄 有時候都要看之前看過,或者複習 這個滑鼠快不行,郵件都 很不靈敏 好幾年了,兩千塊都滑鼠 雷蛇的 很棒 所以一分錢真的一分貨啊,至少這個沒有騙你 這樣貴 可以用很久 最近才 今年才開始 當然不是今年啦,今年已經1月 去年底的時候就開始怪怪 你看他那個灰塵都已經 又 差了 YouTube的觀看紀錄 以後就可以 我寫 寫在前面比較明顯 這倒是沒有重新命名,有編輯而已 這倒是沒有重新命名,有編輯而已 然後這個直播 第一鐵客道路 他就講到這個叫反敘智人 所以現在懂了什麼叫 反向 應該說反定義啦 我覺得比較好 所以他為什麼叫escape 英文翻escape 中文喔 你看我們討論那麼多 都沒有好好翻,你翻的是給中國 使用中文的人看得懂的 逃逸字緣,有人還逃逸更快 逃脫就是 他不受 你可以說破格字緣 Escape character 應該叫破格 跳脫 跳脫其實也可以 可是中文就不知道你跳脫什麼東西啊 你說破格或者破例 對不對 或者例外字緣 他跳脫的意思,我想他也是很用心 跳脫原來的定義 所以也叫轉義,這個反而也不錯 或翻譯,翻轉嘛 喔 跳脫,港台都翻跳脫 他意思就跳脫原來的定義 你看這個 這個反斜線 在西夏家裡頭 就是跳脫字,什麼意思表示 後面這個反斜線我要用他本來的意思 不是你西語言裡頭定義的 是吧,所以你可以說 中國大陸翻的轉義或翻譯 這個翻 翻轉的翻 然後意還是這個字 意可以 那意思你看剛好 諧音我們的翻譯 他把翻譯回去 翻譯回原來的語言 我們人類用的語言 這個是 就是一個反斜線 不是你現在西家家裡頭反斜線的意思 所以這樣就會讀 以前都死背 這要謝謝這個鄭老師 你看我們都是知恩報恩的 真是種 這不是我自己領悟的 他這裡講的就很好 不過他可能講的都沒有我清楚 這麼快我就給他關了 難道我是開我自己這裡 沒有關吧 該不會是開新的 真的 怎麼跑到新的去了 怎麼開了兩個 青蛙又在那裡叫 對疊在一串 讓他交配 難怪那麼吵 你看 他爬到這個枯 枯木 枯樹木上面 有沒有 鄭語香老師 好年輕喔 像學生一樣 可能是博士生或者 年輕的博士吧 清華大學 睡覺 沒什麼聲音 七個都在睡覺 一直睡 很想去給他摸一摸 高解析度 那不是頂高 可以有1080 720而已啊 可以到1080 知道目前我們的 那個解析度可能叫 720我們這個實驚修也是720 夠了 現在我看到第二集 第二集是這個 都很基本的而已啦 我們幾乎都知道 一定會 這個這樣就很好記啊 你看我們學 慈禁修也是 不要去死背他 我以前就死背 都不知道 因為沒老師講解 然後就要寫兩個 他其實像我們的 假如說這個腳號 你這個意思就是我後面 反義字眼 轉義字眼或者跳脫字眼 或者說我們講的破格 破粒子 他表示他後面接的這個 我是要造人類的 不是我西語言裡頭定義這個腳 這個腳前面好像學過是 非的意思反轉嘛 那一些語言好像是什麼 原來是2就變成4 什麼都可以 或者有一些特殊的 像剛剛那個 這是稱號嘛 對不對 這個 像這個 我們剛剛這個叫做 Vertical Bar Vertical Bar 對不對 這個 這裡頭 那你這樣 寫的話就表示我要用 Vertical Bar 我不是要用你西語言裡頭定義的 這樣是不是就很清楚 我們做個筆記這裡在講 Escape 跳脫字語 escape character 有什麼觀念題嗎 所以觀念很重要嗎 什麼叫escape 應該叫破格字眼 或者 轉翻譯字眼 翻回去 甚至反譯 相反的意思嘛 那相反一樣 有一個 應該是破格 翻譯 或破例 所以你如果用了兩個 不會他只能一個 他只能一個 表示後面那個 那一樣喔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P 你後面用了一個P 表示什麼 把P變成西語言的 你後面用了一個 你後面用了一個 這要感恩正語相好事 這個要助其一下 一關啦 這個 這我也一樣 第二個單元是教這個韓式愛的號碼 看一下變數 非常重要的是我們要先宣告 分別的需要 所以基本上 這裡好像 我有做筆記 沒有啊 歐唐 這是編輯器啦 程式碼編輯器推薦 教科書推薦 他推薦的是深入潛說 歐萊里的深入潛說系列 原成縫 反應是 只好先複製這個 還要去找他的定位 需要 鄭宇翔老師 不要把人家名字打錯 不大不盡 這是鄭宇翔老師啟發的 你看我們的職人吧 可以去看 連結就知道 因為怕我們貼上超連 貼上那個 所以我們這也附上那個 一位將 西家家語言定義的 他也是 也好 他也常用 還不知道我已經 這個用不著 所以我語言可以 不必 每次要打那麼多次 按那麼多按鈕 有了喔 喔 那時候定義的是這個 忘記 明明他排在前面 為什麼 檢索的時候 出不來 將西家家語言定義的符號 還原 翻轉 所以為什麼他有翻轉的意思 轉義字元 還原為 這個我們可以參考這裡 就這樣 飛iec focusing 轉義字元 調侶地 調侃字元 調侃字元 其實 這個就好 起司 一 翻轉轉 原來的 定義 即人類用的 不是電腦用的 人類用的意義 那就是反覺性 或者系統即人類或系統 或作業系統 反覺性是作用系統啊 定義的 那喜愛人就不管了 反而為原來的定義 觀念體很重 什麼叫Escape 為什麼 死背都是沒應用的 那這樣就沒問題了嘛 預設就是給他這個 去餵他 所以我們就沒有預設 建構器了都是要傳一個 那 可以這裡可以這樣 你如果說 我要擴編的話這裡就可以說 第一個請輸入 先吸啊 對不對 請輸入 請指定 檔案Forname Forname就是 全名稱 包含入境 還有副檔名 請輸入 請輸入想要 檔案名稱 意夫 吸引進來 然後就是 我們先用他那個StringSearch 沒關係 然後他就變成StringSearch 他成功的話就是StringSearch 如果不成功的話 不是光這樣就好啊 不是光這樣就好啊 這錯了 喔 一定要在定義的時候 初始的話嘛 你不能這樣分兩段 你不能這樣分兩段 好吧 啊這樣他會不會說你定義了兩個 對啊 傷腦筋 唉 唉 他一定要在定義的時候出始的話嗎 正好都碰到這些問題 很現實的問題 可不可以這樣呢 當然不行 我知道什麼了 要這樣 既然如此 三不轉落轉 最後 最後再一起來 這就是StringSearch 去給他出始的話 對不對這樣啊 那是StringSearch等於他嘛 輸入的 那否則StringSearch就等於這個 你看真的三不轉落轉 指定給他 或者StringSearch 因為他是 可是直接出始的話就不行 瓜糊現在就懂了 直接出 他就直接出始的話嘛 所以一定是定義的時候 叫出始的話就是宣告的時候 定義的時候要做 你現在都只能是指派 他已經預設出始的話是控制出來 你要另外指定他的指 要用等於就不能再用掛號 這樣就了解 對不對那反斜線 跳脫支援或轉移支援 不要忘 意思就是我後面是要用他本來的 所以不是什麼兩個變一個 這也是沒有封號而已 如果他成功了 他成功他當然就是OK了嘛 對不對他不成功這個才是 需要指定 他成功這個就取得他 可是還沒完啊 要檢查這個檔案存不存在啊 對不對 那這就要用IO 現在還沒學到檔案 這尺必須檢查 檔案存不存在 是預設 如果沒有指定檔案的話 檔案的拆碼是這樣 吃也不常用 的話 吃不能說 如果 如果沒有指定 嗯 的畫太常用了 上個按鍵出 這時候才用他去出此畫 應該寫的順序很重要 既然他一定要 有點像長職對不對 你在定義的時候要給他出此畫 他才有意義啊 沒有一個空的 就給他進來 似乎成功當然這個就有了嘛 所以他可以進來 那還有另外一個Else Else if 他有沒有Else if啊 沒有 沒有耶 沒關係這裡可以離開就好了 那我們先 跑跑看 看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休息一下 Buildsexy 目前程式我們定義的這兩個類別都沒有問題 編譯好 如果這樣的話 怎麼不能輸入 為什麼不能 喔 暫停了 不能輸 我已經輸入這個 剛剛暫停所以他沒有秀出來 所以這就是 我按 這個就是不輸入 他讀取失敗他就會用這個 那Store 取得了 這也一樣要這樣讀就知道 反 反應支援 翻譯支援 轉移支援 跳脫支援 破格 破例 然後這就會 取得這個東西了 他現在已經讀到這個資料 成功了 然後 然後 我主要是要測試請輸入 怎麼直接就跑了 來來來來 欸 Y C2 為什麼都 為什麼這一行不走 為什麼這一行不走 一直出往這裡不能這樣 變成這不能定義在這 我就回去一直跑 可以啊 可不需要每次再跑一次嗎 因為他下跑下一次就找下下一個結果 上個廁所啊 暫停演出繼續錄 阿彌陀佛 剛做馬桶也是在想 阿彌陀佛我們繼續 這為什麼會 執行結束啊奇怪 這處啊 這都出死話啦 變紅的 如果出就執行對啊 請輸入或 Q 我輸入Q離開啊 我也還沒輸入 欸又可以了 或這個等於Q 就離開 你看他也不讓我輸入 因為你或有沒有 他不等於Q 他break 如果他不成功啊 會離開啊 剛剛是執行到這個break search等於Q 當然不是嘛 然後第一個 這個 這是True啊 反向了 這個有問題 我知道了啦 因為你這時候C印 你看他連這裡都不執行 太快 太奇怪了 怎麼會連這一行都不執行 你看 請輸入Q 明明我 喔 這個是他是不會 暫停的 這另外一個聲音應該沒問題啊 這另外一個聲音應該沒問題啊 所以 你看 他這個是拷貝 拷貝一份給他也是拷貝 所以你現在我更改了search值 有沒有 這要更改search值 他就不會影響 所以關鍵應該是這裡出問題 Ctrl-Shift的F9 我就把所有中段點弄掉 所以這要分開來講 然後 E-F 就break 對不對 那E-F 再break 分開來的話 換會怎麼樣 BR-E-A-K-N 這為什麼說 我少了一個 試試看 資訊到這 好 他就break了 就是這個好像 永遠都是錯的 E-F 對啊 那如果輸入失敗 你用 執行到這個Ctrl-F8 可以自己跑 怎麼完全都不C印呢 奇怪 不讓我輸入啊 你看 可以自己跑 是因為這裏已經C印了嗎 我如果這裏 我們應該用其他 了嗎 這裏 好 去 找我 那 我 這時候他叫你輸入 再一次 好像是正確的 對 對 執行到這 F8是主行 Break 執行到這 它會執行這個 現在又不罷 因為它是等於Q 對 多了前面這個就是不行 我覺得C印好像只能給一個用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回到最開始的那樣 對 就這樣 C印只能一個用 所以我們要 啊 C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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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nential 对呀 可以用instream去 给他 Sing不就是instream的东西吗 你怎么知道 这也不能这样 No default 不存在他的绿色 Initial 要幼直,幼直是传直 Sing不能复制吗 所以 对,所以他不能复制初始的话 对对对 他不能复制,所以要对他的指标了 对不对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说幼直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变成 我觉得就是要给他一个这个 Uninitial 东西 对 Wait 不能复制 还没有预设 不能复制 就好像適應我這裡讀了一次 他這裡判斷就會出問題 否則就是要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不能一個變數用兩個 不能偷懶 FIRE NAME 只能這樣啊 這裏就是FIRE NAME 試試看 假如不是吸印的話就是這個 還是不行 問題在吸印 你看 所以他不成功 他會記住這一次不成功 他不會從頭來 所以這好像是要把他 吸印初始化再讓他 疊代器可能歸零啦 對不對 很明顯就這樣你看現在又可以啦 輸入Q 只要你輸入成功他這裡就當成功 他會記下這個 所以跟這個又沒關係 是要把他疊代器歸零 吸印的疊代器 吸印的疊代器要歸零 一定是這樣 你看Bad的吧 Clear Yeah 成功 啊我們前面有學過那個資料流就這樣嘛 你給他重設 你看 成功了 哇 嗯 啊 移動他的疊代器 失敗我記得有做過 我們就放上面還是會先插手 失敗obk obk 行動是不是移動 移動也是 常常用到 用一個 已經移動 他的疊愛器到了奪取失敗的位置 我要歸零群組 對不 死硬判斷就會錯誤 永遠都是false 我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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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1小時4分這裡我們靈護到 89級 你看這個老師沒有教我們自己默索出來 這就正確了 clean 他死 那個死影就ok了 這可以參考 前面彈這個 這個 那部分已經有了 咳咳 咳 奇怪他這個又 他這個又可以找到前面 我剛剛一個什麼東西 失敗 失敗就找不到 那我如果說失敗給他移到最後面 還是 找到的還是他 太奇怪 那之後給他移到那邊去 我刪除掉 可這樣的話我打習慣 我以後這個字都打不到 沒關係啦 反正就我自定義的拆碼反正他這個也是 自己定義的拆碼 像部分也是啊部分 這種 查不到的 我就 查得到的我們就那個 很好 Q就離開了 那你 出實化之後 這不行 可以每一次 可是每一次還是怪怪的 因為這已經指定一個那個了所以不能在這裡 這一定是這裡取到資料流之後就給他出實化 然後這裡我們才用 TQ來做 查詢嘛 那查詢的話你一定要傳入這個Word for query 對不對 他用query我們是search 就是 String search 對不對 然後 給他執行這個 那現在就是 按住Ctrl按 滑出左鍵對不對 跳到這裡 因為這裡執行的要 查詢什麼呢 發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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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的物件記錄在動態記憶體 在回禮物件供用磁士兩 Equal Range 這完全忘了那時候複習對不對 Online 啊 OK 看那個Map 完全忘了 真的有點後悔那時候應該 沒關係啦 忘記前面好幾次教訓 忘記就複習一遍 只是花的時間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彌陀佛 幾乎忘掉有這個Allocator的東西 你看多誇張 現在看到是有點回憶起 這是一個ModelMap 因為它要重複值嘛 這是Model 還有印象 一個字是Key 寫在這上面 因為你這時候我們回到 剛剛那裡 停在這它會這樣一個字是Key 會有好幾行的對應 你寫在上面它會這裡會讀到它的注解 這是一個ModelMap 要用它的 方法是 Equal Range 取得這個Map的一個 Range值 Range值是它裡頭的一個成員函視 去尋找這個字串 找出它的字串 值那就會傳回它第一個 這不能臉書直播三 那個 它會 讀到這個 你看這樣就不會啦 你接著你看 臉書直播三 以為這個是臉書直播就不對 有沒有看到 中間空一行 有必要 有沒有 你會看到WL 以為是臉書直播當然不對嘛 可是空一行 它就不會有注解 這個為什麼取名叫WL Line 搜尋字串 檢索字串 出現的行號 第一個 疊帶器 對 T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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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ped 所以它是 Pair 這個型別 看這個定義就在這 我們用別名很複雜 複雜中其實你看得懂還好 不知道的話就看它 這個東西會傳回什麼東西 它會傳回一個Pair 一對的迭代型 EcoRain 看我們的 以及 迭新視窗 沒有 啊 不是在這 我們這次有12章的 要到第2篇才有 容器那裡 關聯式容器 展開所有 指紋鍵 有了嗎 有了嗎 迴傳一對迭代器 一對 代表具有鍵值 具有鍵值就是它現在的Key 鍵值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 把這句話 因為我們幫他重新翻譯了嘛 貼到這裡 回傳一對迭代器代表具有鍵值K的那些元素 如果K沒有出現 那兩個成員都會是Cm 對呀 對呀 這 以後就是 他連上面這個都會所以要隔開來 那這裡是 檢視直播 444集 現在是44 然後是89集 如果沒有找到 K沒有出現 這不是K啦 這個 回傳一對迭代器代表具有鍵值 這個 就我們現在 如果 波爾代沒有出現 Word for query 尋找到沒有出現 就會傳回這個Cm 集合莫回的那個位置 然後 這次查詢 查詢之後 檢索這樣了 那你就要看他有沒有出現 沒有出現 另外一個處理 if Word P C 這一對迭代器 所以他是 迭代器囉 隨便取一個second 或者那個 等於 C後面的 Cm C是container 那他現在這個 他的容器 現在他的容器是這個吧 這一樣 這是Model 又賣 關聯 關聯是容器 所以 T 是 T T T 這樣我們回到剛剛就會有註解 這層次不小啊 所以還是 對不對 這樣知道他其實是一個Metal 其實看這個就知道了 一個Metal的觀點是容器 所以要用他這個東西 如果他 那個C 就是這個 現在不是C啦 現在是這個 就是容器的END 或藏值都可以 如果他等於他的話就 藏回來 Cout 沒有找到 就Return 結束這個函式 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你要找的資傳 這次沒有找到 這次沒有找到 他會傳回這個 找到了才處理 找到怎麼辦要準備印出 檢索結果 結束了 結束 啊 啊 這樣會犯 犯這個要命的時候 所以我們寫在一行上一樣 一句話講換講記了 一個指令之一行換之一行 第二個指令 好我們先 隨便找一個 這個檔案裡頭絕對不會出現的漢字 對不對 所以 must return value 他會 傳回一個迭代器 這是一對的map的 迭代器 那就傳回這個迭代器了 weather 傳回來沒關係啊沒有用 傳回來 傳回一個迭代器 以赴 他傳回來的等於 哇 所以不能說傳回來迭代器 他不傳回一隻 所以他不傳回一隻 查詢結果 成功也不成功嘛 像你這裏 這個東西已經不見了 還在耶 因為他是他的 私有成員 可是私有成員 你不能動他 你可以讀他 可以喔 TQ TQ是這個東西啊 你看他只有query 讀不到那個 因為其他都是私有 所以這裏要做一個判斷 讓他可以公有的去參考 還是這樣 傳回這個 傳回的迭代器等於 找不到 這蠻奇怪的 私有的 這裏要一個public 這個是 迭代器 pair query notquery notquery Iderate ATER就可以了 你要奪取他 public 你可以設定他是這個 公開的 這應該是true for 傳回一個迭代器 等於 回傳這個迭代器 查回的結果 回傳這個迭代器 重回迭代器 來 vor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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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可以用voreline end 這也不行 forline-end undefined 在後面還不行 如果把這個private不要 因為你這個 class本來就是private 這樣還沒有定義嗎 這樣還沒有定義 這是另一種旅行 他這樣寫,原來那樣寫是比較清楚啦 有些公開有些不公開 公開的怎麼不見了 我只把這個刪掉 把它移到前面 公開用 私人,預設是私人 看來Struck預設就公開了 所以這是要一個韓式 傳回的查詢 因為我怕他那裡傳回疊代器 我別的地方還要用啊 所以我那裡不敢說直接傳回了 可是你傳回 我這裏要設定一個 And Editor 他的尾端疊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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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裏頭設定就好 R1 R1 T1 傳回一個 還是不行 阿 傳回這個東西的尾端疊代器 其實因為還沒有出紙化嘛 那些有參考到他的 就是應該要尾端疊代器 尾端疊代器 這是他建構器 就會配置好這個 為什麼這裡不行 如果我這裡不定義 我這裡才定義 隨便拿一隻 我後面會說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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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看到 我看到 你 有 有 重回一個他的尾端疊代器 那是行別位置嗎?不可能 這已經有了,一定要重回一個 那這裏沒有return 這裏還是要一個return 這樣的話,它 執行這個return 一樣可以 對呀 No suitable define convert 所以它是convert 那我的行別定義有錯嗎? side t string 那這個map是 String style t 沒錯 喔,它是長植的 他長植的 應該是長植的,這裏有問題 所以它又是長植的 那傳回長植的,沒錯 我先不要傳回一個植 我傳回true或file query成功或不成功 因為它們已經有分了 正常植的,對呀 我不是說想說,我們可以拿出來 那我覺得 我不會拿出來 然後我不會拿出來 那是 我不會拿出來 讓人都 我不會拿出來 那是 我不會拿出來 我為什麼要傳回一個迭代器 因為別的可能要用嘛 傳回的結果 他這還是要沒有找到資訊Return 還是要給他 最後這裏也是要給他 別的只要用 這就不要了 這個太臭腸了 這裏空不空格還沒關系 所以我這個pair map就是這個的別名嘛 在湊腸我所以我們換行 你看他因為他都有空格 你空不空格 你寫在一行又空一個 不寫在一行 他就可以認了 這個就不需要了 我還是這樣 因為你丟回來 沒關係嘛這個不用影符了 交給他query search 交給他去操作 我們試試看 請輸入Q 我離開 那一定是AA 總沒有 你看 成功了 沒有找到你要的資訊 對不對 AAA一定沒有嘛 開那麽多啊 換掉一些東西 這個可以放到另外一個 現在用不到的雲端音 這個我想要 換個地方放 這裏就可以了嘛 這就不要盯在這 開也是很方便 這個都沒辦法關的嘛 你看他這裏沒有AA 可是Dynamic有 所以Dynamic 怎麼會也沒有找到資串 就是我們這裏有問題 Dynamic是一定有的 完全不理你 請輸入想要找到的資串 為什麼都不給我停一下 為什麼都不給我停一下 我是按那個所以他不給我暫停 我只要先Q離開啦 如果是要按這個才行 我可以中彈點 請輸入QQQ 沒有找到 為什麼要跑一次 我怎麼可以Rite Second呢 啊我怎麼可以Rite Second呢 難怪永遠不等於嗎 Ride Second他現在是什麼 不錯了 與我無數為正常的 我好處理 你的手法 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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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給他一些代表劇喔 是腸子嗎 好像我剛那個second是對的 一個pair 這是疊代器的配合耶 他不是疊代器耶 他第二個是 MapStream CostEther 疊代器 你要用這個我沒辦法用 使用 插入點 他現在這個到底是多少 Value是N的呢 對啊 找不到這個 Curry Value Value Sight就等於0啦 這Value Number是0 當然永遠找不到啊 好像我在建構的時候那時候有問題嗎 對啊 應該是在這裡有問題 我看他 看他 第一個就錯了 EOF了 No None 這是0 沒錯 初始化是OK的 根本沒有見過啊 I am fine 是None 怎麼可能是None None耶 None IFS都用這個出始化的 怎麼會是None Stream ified drift Walue curious iri Lu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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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會我們剛有動到吧 你說啊,WeProgram Programming C++ Input 這怎麼會弄呢 怎麼弄呢 拍 也沒什麼變化,奇怪 自信到這 CCC 弄 有問題嗎 會不會跟他編馬格式有關係啊 P 這沒錯這個我們讀成功過啊 這UT8應該沒有問題啊 為什麼是None呢 PullString 當然不是ImpullString,怎麼會用ImpullString ImpullString是為了輸入用的 這個整個都錯了 會這樣寫當初是怎麼樣弄的 我們現在是要讀取用的 讀取Impull 讀取這個檔案 讀取這個檔案所以他就一隻 讀取啊,Impull沒錯呢 這一定要SeeIn嘛 這裏Impull是沒錯 Impull就InStream嘛 他要讀取這個 東西啊 沒錯啊 GameLine 讀取他把他存到這 對啊 Impull是沒錯的 為了讀取 輸入進來用的 為了讀取 沒錯啊 為了讀取 輸入進來用的 沒錯啊 這應該是這裏出問題 對他的參考嗎 因為他不能複製 前後期都不見了 對他的參考 My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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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記層 Find input and mouthful String header Find string header Define String header 是這個顏色 不要投擋 Find string is to read from a given file 對呀 to write to a given file 然後 這個是同時 Read and write 是否在意的 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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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加上匡线嘛 要清楚 这个匡线样式 有细节 创建一个有细节 创建一个并开启 可以包含Stream 我们是没有open 可是这fireStream啊 限定的议算 包含Stream 那是没有open 并开启啊 指定了一个开启的模式而已 这是另外在开启 对不对 你这创建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启了 这些东西 不然 建构一个 並開啟,對呀 所指定的檔案 應該這樣就對了 Invest Improfile String In 就這個啦 Invest Improfile String In 嗯嗯 Invest Improfile String In Invest Improfile String I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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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檢查Open是否成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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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就是這裏出錯 真是要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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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真是要命 哇,還是有錯 這是哪一個東西 Place back Place back,再留問題 為什麼要用impress 為什麼不用 impress,他是要建構一個物件 也是第二篇的 對啊 使用印在中建構一個物件 要提供他一個initialize 從後尾端建構一個物件 impress back Place back 情緒容替添加元素 這一樣 給他加 框線 我真的 還不行 之類啊 這應該是這樣 框線 左邊 C的後端創建具有T的 元素或從Argument中 建構出來的元素 從他建構出來的元素沒錯 原理是這樣 堆疊 看看現在停在哪 Place back 這裏有什麼錯的呢 現在他也在第1行而已 這裏有什麼錯的呢 現在他也在第1行而已 這個還沒有執行 這個還沒有執行 stack call stack 這些 這還沒執行現在執行到這裡 死掉 所以 這個還沒執行 現在就執行這個 解釵討之後pushback 牽進去 短捷 那個 小匙 用 的 NineData 所以他這個錯嘛 所以不能給他一個None 可能是要給他一個 初始化的職嗎 接參考 他現在是None 沒有被初始化 對餒 有沒有 我建構器這裡沒有給他初始化啊 可是 Auto F2 找錯所有 定義 就直接用 你就等於是用了一個None 解參考當然是錯的 怎麼弄他初始化呢 如果我是參考 Vector's 空子 你定義了這個 啊 哇 對啊這裡 你要給他一個Vector 初始化 對不對 對啊 我這裡都沒有定義一個Vector 你看Vector Stream 沒了 Entire solution 空的啊 好啊 這裡 現在不行已經建構 這裡應該是給他一個Vector 沒有一個Vector 請參考之後 請參考之後 這時候要不要用Alcator啊 配置一個 給他 都忘記Alcator是幹嘛用 我們這一集先這樣休息一下阿彌陀佛 少召夜多念佛 阿彌陀佛少召夜多念佛 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大家 王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7++++的自修 啊 繼續之前啊 我們剛剛是在這 因為我們根本都沒有配置一個 尚未配置一個 Vector Stream給他 我們要複習前面這裡學的 Allecate Allecate是我們這一張 Allecate Table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配置一個Allecate給他 這行別當然就是Vector Allecate 所以這個我們要 中斷 所以這裡我們是要配一個Allecate 這當然也是 一個 Vector Stream 所以他 這叫Allecate VectorStream Avs Allecate 然後這時候 沒有初始化 這個是你要指定給幾個 位元當然不用 有的話就可以了 對不對 這時候才用 Avs 配置好的 配置好還不能用 所以他要先建構 PVC 一個指標 那他這個 配置完了他傳回的應該是一個 AutoP 傳回來會是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呢 我們再拿去給他 做 N N 對 P Allecate V 這也不行 Avs A啦 宣告了他還沒有配置 Allecate Allecate 還沒有配置 不能用 A'llkē 來放置N個行別的物件 N個T行別的物件 P 必須指向一個形別為 T 原生的記憶體型患 P Distort 1是配置 這弄錯了 2是建構 3是 結構 4房 它的邏輯是 配置了N 難道我自己是要用一個N嗎 可以了,它應該有Ellocate的 運算啊,怎麼什麼東西都沒有 T型別嗎 Ellocate都沒有 Memory一定已經已經用了 它是在Memory Ellocate,不過我這也不能用 有了A才能使用它那個啊 開始這樣沒錯 然後 這一次 一支記憶體資源 這是有一條線嘛 建立了這個之後要 由它 配置 毫無物件建構的記憶體 荒謀、上謀、空母一支 配置好就可以用 一定要拔破 來建構 ID 一個LKL 形別物件所配出來才會 建構出實話 因為 這個可以小一點字 因為LKL 類別就是負責 將建構 新增 新增一個 新增一個 變成本文 小 小 沒有OK 我無物件就是負責 將建構 出實話 比配置分割還好 我們是藉由在該配置出來的記憶體中 建構物件來使用這個配置出來的 所以沒有建構就不能使用這個記憶體去 在新的 程式庫中 孔式庫這個長年環節會帶有一個指標性的 性別的參數 又一組或 又後一組 這個孔式庫程 在指定記憶體中 建構一個輸入境 所以他要用 總不會用這個去建構吧 GET Define他這個一定有順序喔 Define他這個 MVS MVS 那是在台灣 Gut 連這裏建構和初始化是分 然後,我們還要放掉一點 如果一配這張筆的話,就進過去 不簡單 去一噴也可以 我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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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Stream,LK 先告一個 OK,配置這個 Auto 有N個 N個我已經見夠了 我這個,假如是這個道理的話 我只要一個容器就好了 AutoConst 他這又沒有東西 這是不希望他 哎呀,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他一定要這樣寫 我只要一個就好 或0個也可以 至少他初始化 可是為什麼Auto是錯的呢 Auto is not allowed here 為什麼 配置出來的一定是一個Vector 的Itherine 如果是Itherine 為什麼這裡反而是不允許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比較複雜的行李 Auto 指向最後一個人數的位置 指向最後一個人數的位置 如果我這裡不 不變成Vector 假如不是Vector 又不能用Pushback 而且課本他是說用Vector 有一個Vector 就是3個 我們現在是在選項Vector 可以在選項Vector 所以這一定是一個指向Vector 所以這一定是一個指向Vector 這一定是一個指向Vector 指針喔 可以在選項Vector 所以這裡一定是一個指向Vector 你的皮是被皮折的 廢話 課房還要錯 Q++ Constart 可是我要怎麼去給他 這樣我就配置出一個 Vector 然後 我這個在用 P解參考 P去 不行 我們還要看那個 怎麼初始優化的一個sure point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要把這個Vector放到動態記憶體上 假如我是用一個New的話 New 我們要去看那個 既然是個不停的 我們要來看看 如果我們會看到這個Vector放到動態記憶體 等一下 該不會我先存到一個 Vector之後 再把它丟到 存到動態配置這裡頭 我們先看 那個什麼 share point 怎麼 初始的話 要看table就知道 這是定義 空的 他用一個四蛇 像他所以他用一個 容器 去除 make sure 這個 哦 存件的那個是 对呀 原书是没有划线的 我们就用虚线 Makeshare来指向提醒别的位置 P4 Makeshare 口碑才是这样写 现在要Makeshare 我们可以直接写到Makeshare里 Makeshare 可是我现在这个还没有 如果是一个拷贝的话可以这样写 Makeshare 指向他 指针结参考指标 嗨 對他一個指證 指證解參考一下 他明明就拿個Vector 所以應該不是在這 現在他Vector沒有 Vector沒有 我們應該是在這裏加 應該這個東西都在這 然後這裏要設定個Vector 動態配置 這大概只能存元素 懷疑是不是這樣 先留著 然後 這還沒有 這個 I don't care LBS 如果設定區變數行不行 還是那個要寫在那邊 我這裏要設定一個Vector 現在要讓他出實化 這個 這裏要設定 是 這個 是 這個 是 是 是 這個 是 這個 是 奇怪 啊 原來是這樣 掃了個新別 這樣就對了 然後這個好了之後 Vexier他會毀損嗎 我們把它配置到 這跑完了 Vexier已經有了 再把它allocate 配置到幾個 看好死的就是 那個 其實VS就知道了 VS Size 就知道要多少 然後在AVS 嗯 喔好 太久了 東西滾 On Initialization Copy 對不對 FIRST VS的 把他的這個 因為我們這裡其實 其實不 這好 好囉嗦喔 這為什麼是這樣 所以我這裡是錯了 應該Vector要在這裡頭 對阿 這個定音應該有問題啦 先這樣寫來看看 這個 First Last Destination 就是AVS 把他拷貝到那邊去 AVS現在就有這些人數囉 我們先 執行看看 哇 哇 這沒有問題 所以P4S 便利的時候出錯 這都是我們這裡的問題 Pushback Pushback 其實奇怪 這個其實不用了吧 這樣我們好像直接用這個 Long啦 如果把這個 VS Pushback 那我何必還要Copy這個咧 Copy這個應該是這個東西要Copy吧 不是 是 我們還配置記憶體 現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這怎麼會這樣 我們先寫不配字的 先離開 我們先到這裡看看發生什麼事 這時候這個東西插入我才四個 每個字詞 對對對 還沒完嗎?這是第一行嗎? 第二行 Memory Primer 這個嗎? 第二行 西加加Memory 50 Edition 為什麼是這樣呢? 八個 十二西加加Chapter 他往後面 有重複的他就有沒有 Primer重複了嗎? 他兩 第二行 Primer 第二行 Primer 是 Second是第二行 再出現兩次 這應該是第二次 這應該是第二次 第一行 慢動 慢動 智青到這裡呢 這時候 這時候 他等著我 輸入 那我就輸入 A A找得到 1萬7000 你看已經那麼多了 1萬7000 哎 剛才不到一秒鐘 竟然有那麼多 1萬7000 找不到 Abit EU 根本就沒有AA Abit 今天找到的是 1165 1165 EcoRain 檢索自竄出現的行號集合中第一個迭傳一對迭代器 代表具有這個見值的那些元素 為什麼是Ability呢 現在這個人是 116 他全都是2A了 哇不對啦 李,為什麼會有李 Abi 我沒有 ability了,有,明白。 A出現很多嗎?因為很多A Fability 116 重回一對的鐵代系 我們再繼續看看 Aaa 會不會是N啊 真的就是N欸 And 他不會完全一樣 Aaa沒有他就找第一個A是這樣嗎 And 其實他這個Equal Range 比對的原理是什麼還不知道 Storage怎麼會在 Storage 真的 找到的是符合的 現在就是說怎麼樣讓他 查詢的結果要能夠使用 我們先這樣好 我們就先不練習了 因為忘了差不多 這個成本花太多 我們把從頭 再複習一遍這一節 再複習一遍這一節 這一節 這一節嗎 還是這一節 Eco Range Range Range一定是一個鐵代系範圍 EcoRange 有鍵代系統 G有劍值 G有劍值他竟然 不知道是怎麼比對 UPPO 不小於K了 FINE 系統 3連制 是很厚 這裡至少我們目前是對的 找到了那 254行有 還有呢 257 不是 怎麼會第一個是250 254 喔 那頭尾啦 他們回來一對應該就頭尾第一個是254第二個457 總之254會有Storage 457他1165都有啊 剛好254了嗎 457 其實 但是 不只這兩個 沒錯254 為什麼 Frange出來只有那麼少 及時運算 重回來了應該是一對疊代器啊 那這對疊代器 代表具有劍子的那些如果可以沒有 疊代器就好 我們要不要去做這個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界別的喔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靠彈式是 我們這不是唯一劍子嗎 我們是Model 所以這靠的 K 我們可以做一個即時應算視窗 Identify 這個沒有 是Undefined 我的I Number 什麼還沒有I 我們要這個是 我們先看看這裏 印出來 C2 重新編移 不行就要重弄 可以 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有三個 印出的這三是錯的 元素的數目應該是有 五個才對呀他竟然只有三個 Storage 沒有找到 他也不會 這時候還是找得到 好放棄了 成本太臭 按Q離開 尤其現在動態記憶體我們還是沒有用到 這個是我們練習的 然後接下來 我們等一下吃完飯 我再用完吃完飯回來 複習一下前面這 隔太久了 現在這個12.7這是 12.3.1節的練習 實作文字查詢 但是不定義類別的來管理 練習還沒做 傷腦筋 我們把這一節12.3 1整個重 複習一遍 這剛好我們自己翻路 等一下就從內容 8.5.7 5.7 呼吸一下 是用 8.9級沒錯嘛 25720 阿彌陀佛少照額到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大家 我安阿彌陀佛 少照額多念佛 我們繼續 我們先複習一下 整個12.3.1 那同樣的時候我們要 我們有重藝 重藝嘛 12 我們神手真重藝了 那這485我們重藝的那時候就錄到第幾頁 順便一起用 461 哇 這麼多頁 我們就給他貼過來 485 乾脆整個來好了 461以後 我們 我們都複習一遍 462 對不對 嗯 461 警告如果沒有透過 這一樣 461是483 弄錯了 這 這弄錯 嗯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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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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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內建指標 如果沒有透過智慧指標也是透過內建 形別指標或普通指標來管控 動態記憶體的話 那麼在明確釋放起記憶體位置前 那個占助記憶位置的路線都會持續的 簡單一句話 我們要講那麼清楚 462整個都unshift的F5他就會 回來你剛貼上的位置 這麼高 為了讓這個 為了讓這個 跑下去 跑到上一頁 到462 然後把他儲存 我們重新命名一下 教材講義這個 我這裡前面加個重義 我還是伸手針從你 喔 竟然串 錯了 這個是他那個 檔案還在 我把他關掉 消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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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給他重新命名他可能找不到 這個我們 一樣要改一下因為不可能13張 那這怎麼辦呢這個是在第2 第2篇這裡有指紋件 因為13張是第3篇 所以我們一定要改 所以我們要把他刪掉 所以我們要把他刪掉 那怎麼要刪掉呢 要解鎖才行 就說 顯示文件 刪除 顯示文件 展開看看 展開之後你把最後這一個 移除掉 最後我們在 取消連結 折疊文件 鎖定文件 這應該是取消連結 這樣他跟 12這個開頭就沒有 那我就可以把這裡重改 12張 我先做一個備份 或是 然後 然後 現在 再十二張 刪掉 這裡要插入一個 十二張給他 一樣這裡附置一個名的文章 這時候把十二張改成 十二至十三改成十二張 然後一樣這個打開來插入紙文件 最後面 Ctrl M 第十張 因為第十張是十號到十一張 一樣這個我們把它刪掉 改成十號到十一張 你不這樣他刪不掉 顯示文件 一定要展開才能刪掉 十到十一張 所以他這個十 對不對就這 十到十一張 然後 顯示文件對嗎 就這個嘛 就把它刪掉就好 出唇 把這個改成十到十一張 翻用 翻用眼上法 翻用眼上法 翻用眼上的Generic Agri 這是兩張一旗 這是兩張一旗 第1章 11張 所以第二天 總共要差 兩個 10到11張和12張 果然壞掉 沒事啊 找不到他的臭酒 第2篇為什麼只有3張 第1篇是7張 8、9、10 第2篇 第8張 開始 第8張 這個後面 顯示文件 然後 這還沒有插入 已經顯示文件了 他還沒有 第2篇 接下來是 插入 這時候才選那個 這可以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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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可以刪掉 第2篇 第10 10和11張 以上皆非 預設上好像都是放以上皆非 10到11 12 再看 第2屆 12 12 12到13 這個人 12張 不用13 12張 12張 12到14 那這個 第2篇 8到9張 好 然後折疊的指紋件還有為你儲存 保險期間等下關掉重開 包括 整個 連第1張的 主控文件一起 看一下洞 沒事 關掉 整個關掉 結束 這是整個的 大檔案 有沒有你 重新做主控文件插入指紋件 我知道的就是要像剛剛那樣 否則是沒有辦法 然後這個 折疊指紋 我這個 這是我加進去你自己也可以這樣 快速鍵是Ctrl反斜線 Ctrl加反斜線 等一下我們在剛檢視看每一張是不是都在 在就OK了 好應該展開了 展開Ctrl Auto O 就可以看大綱檢視了 一樣 第二階 第2階 第1篇基本要素 第3章 第2章有沒有 他說 階層可能沒放好 第2章 階層那時候 還沒有 還沒有弄好 第3第4 你可以這樣 第幾章 中間是數字 所以是反斜線 警號警號就表示一個數字 沒有 任何數字 指定方式 任何數字 第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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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選取範圍沒有 有啦 第3章 沒啦 第4章 喔 後面就是英文的啦 要寫 寫 chapter 可能要空一個 對嗎 它是翻運算 表達式 expression statement 還是class類別 IO library 就是generate generate algorithm associated content dynamic memory 這樣都ok了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繼續 哎呀 12張 這樣就ok了 因為13張剛好第三集 第三篇 所以一定要分開的 不可以用12張 那時候沒注意 你看剛剛我們在這裡編輯他也可以反應 好我們就從 現在12張重新 翻譯嘛對不對 12張重譯 找不到 因為 名字已經改掉了 還太遜了吧 改一下名字 他有時候他自己會找 第二篇 第12張重譯 啊 剛剛我們 shade f5 可以到剛剛的位置 462 沒錯 好這不要 462 哇這怎麼會變這樣 為什麼會變這樣 只因為剛剛那個 我全部改他就變那樣 蛤 這要怎麼辦呢 把這個內文 把它 綜合管理 這要選 所有我有的文件 12張 這還是重譯耶 標題 標題和內文都給他動進來 內文 這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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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修定 演文修定 演文修定 成是嗎 關掉 看就正常 奇怪 剛剛怎麼會變呢 變縮牌 462 這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 我們重貼一次這樣 461 462 對 沒有去動到他怎麼會這樣 shade f5 有嗎 就跳回來 對啊奇怪 難道我這裡462有問題嗎 沒有啊 懸空其暗 真的奇怪 為什麼他這裡就會 對啊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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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不用 警告 噢 實際你有三個錯誤 忘了delete掉new 動態配置的記憶體 我們定義的翻譯是耗漏 記憶體耗漏 因為忘了delete掉的 已配置動態記憶體是永遠也不會回到free story 而想要檢測這樣的序號 耗漏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除非應用程式運行的 運行 運行久 運行很久 久到可以耗進記憶體 是記憶體耗漏的 現象才會被偵測出來 耗漏翻得很好 耗損洩漏 漏掉 漏掉的浪費啦 用到一個已經被delete的物件 這種時候可以藉由在delete後 指定該物件的指標為空 指標對 對一個物件的delete兩次以上 對同一個動態配置的 物件的delete就會出錯 因為該物件已經被delete 如果再被delete一次 delete一定要傳給一個有效的指針 delete後面是一個引數的指針 12章462頁開始 複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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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章 來這個時間嗎 一兩分鐘 We Subsequence the second point 3 moment 現在可能毀損 不知道有那麼嚴重嗎 我們可以藉由僅利用智慧指標來管理動態記憶體 就可以安全避免 不好意思你這樣做 錯誤就不要管他 清楚不必要的動態記憶體無件 釋放動態記憶體的工作 做一個多久 在沒有任何智慧指標 在指向該動態配置物件 十字位指標就會清楚該動態配置組織 釋放出動態配置記憶體 這樣子 配方給自由存放去 這怎麼不能整個再貼過去 Reset 在Delete之後 將他原來那個指標值 可以設為空置或另外再指定一個指標給他 對呀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式啊 對呀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式啊 你看這個段落縮排 左16.7 改成不縮排就好 全部期待你看 指定段落 找不到 找不到 你們就有啊 44.67 現在找不到 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式 為什麼會這樣奇怪 斷一斷容 在指定Delete後 被Delete的指標融化 會失效 當然一個失效指標在學頭 基本就要融化指標 已經被釋放了 這裡試過 Delete後的指標 奇怪 他為什麼不指定 Delete的印算裡頭 順便把它歸零 就好 對啊 還留這個尾巴給 程式設計師 去做 好奇怪的邏輯 除非他還有什麼用途 難道在西語言裡頭 定義不能把它加強 然後補強 疊語完 就自動把指標改成 對啊 空指標就好 選擇指標 就指向一個不存在物件的指標 就選擇 好 在這個例子 這我們可以把它刪掉 已經用不著了 時間走 過去的弄不著 要寫不限定格式 那的人他找不到 在這個例子用P子槍的Factory 在記憶體區 在記憶體區 配置支援的唯一指標 一旦UseFactory 在整個 應用程式執行期間 就沒有 也可以啊 任何辦法 就再也沒有辦法 去釋放那些 呦 配置出來 有 有 那些有Factory配置自願所佔用的記憶體 因爲這整個應用程式的執行流程 不會再有機會來釋放這個Vectory 還是配置所耗用的記憶體資料 好囉嗦 要再講一遍 因爲整個 這也可以啦 因爲是這個例子 整個程式的執行流程都不會再有機會來釋放這個 由Vectory函式所耗用的記憶體資源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執行UseVectory函式的期間釋放那個記憶體資源 這個啦 以此來剃除這個臭蟲 這我都沒幫他改喔 其實剃除臭蟲也可以啦 修補這位 釋放這個記憶體 以此來修補這個錯誤 缺失馬臭蟲 對 他是Bug 以此來修補這個缺失 這一定要 需要 這就不 這以後再改 反正我先 抗褲子 離開的時候他死掉 你沒有給他抵立 就永遠沒辦法抵立的 這抵立的他不是抵立的指針 他是抵立的指針指向師 既然後續的應用程式 不用操作 都不會 既然 後續的 應該說 既然 應用程式後續都不會再用到這個 批所指向的物件 既然整個應用程式後來的執行 既然整個應用程式後來的執行 都不會再用到 這個P所指向的物件 記憶體資源 那麽我們就該 既然就會有那某 那麽我們就該再離開Vector 前釋放該物件所佔用的記憶體 這要改成資料 那整個應用程式後來 整個應用程式後來的執行 都不會再用到這個批所指向的物件 那 我們就 該再 離開Vector 以前 也就是 指標死掉前 釋放該物件 釋放該物件 釋放P指向 的物件所佔用的記憶體資源 對啊 如果還需要用到 經由 經由 而配置出來的 經由 UseVectory 印上而配置出來的 物件 或者如果這個應用程式的其他地方 還有 就需要用到 經由 UseApple 而配置出來的物件 那麽我們就 應該將 Vector 改寫成能回傳 這都直接接受就可以 我前面有沒有全部接受 應該有 那我從意了就不要流原來的 對啊 就全接受了 全部接受就可以 接受所有物件跟並停止追蹤 對 要自己改自己的還要追蹤 停止追蹤 如果這個是應用程式 用到經由運算而配置出來的物件 啊 沒關係我們有這個標題 我還不知道哪些是改成 重新翻譯 那麽我們就應該將 UseVectory 還是該寫成能回傳一個指標 這就是我們現在有考量的對不對 然後死掉 好像我們前面那個 文字查詢程式也是 所以我們爲什麽 那個query 印上要回傳一個指標 就是這樣 回傳一個 迭代器 回傳一個指標 只要只將他所配置的記憶體位置 這樣當 對啊 當這個 query 這個物件死掉的時候 他還能用 所以一定是在這裏配置他記憶體位置 所以應該是我們這裏寫的沒錯 就是 Initial 其實這裏為什麽會這樣 這個 Equal Range 還有 可是這裏一定是 OnInitial 沒錯 Copy 一定是VS的 把它解參考之後 他一定是查詢完的這個結果 要配置給那個query 這裏 是在配置這裏 這裏 是錯的 應該是在query那裏 我建構的時候不需要放那個啊 我建構的時候不需要放那個啊 對不對 他這裏就出錯了 這裏不對的啊 這是這樣 這個vEquery 對啊 藉由他來 給他出死話 對不對 這個vEquery 藉由他來 出死話 那是這樣 Meshure啊 忘記 這要給他指定 他是什麽型別的 Meshure 那是 是query這裏才需要嗎 query這裏才需要 配置 箭頭就是 這類別的 這個大概是介面 找出來這個範圍 他會給你一對 我們之前就發現一個問題 所以他在這裏配置 所以這次沒有找到這裏回去 這以後的改 有找到我這裏就是要 宣告這個東西 Allocator AVS 那AVS是 怎樣的Allocator 是Stream 把找到的結果 存起來 可這樣存起來也不對啊 你複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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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是要複製這個 Map 所以一定是 Model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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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是Stream 後面的是ScienceType 不行啊 ScienceType Payloces 可以了 難道只能用文字嗎 ModelMap ModelMap 怎麼是ModelMap ModelMap 什麼是MultiplePie MultipleMap 對嗎 配置這個東西 配置這個東西 它的大小要是 傳回來的這個 Rance的大小 傳回來是一個 一對的鐵帶器 我可以直接用它這個嗎 Copy Initulate Initulate 也是這樣 VS 開頭的就是這個 一對的鐵帶器就是 傳回來的 Iderate First 然後Second Second 它拷貝到這裡頭來 好玩的是 應該直行完這個 所以它還是不需要傳這個啊 不需要傳 Iderate 所以應該是傳回True或False就好了 或者不要傳傳任何紙 因為它這已經是把它配置給一個叫做AVI了嘛 AVI AVI 給它之後 問題它是 區域變數喔 拷貝給它之後 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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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去支援運算嗎 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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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掉 疊代器應該是有 不知道他遠處是幾個 不行嗎?不支援這個印象 怎麼會不支援呢?他是疊代器啊 他是一對 他也不應該這樣點點點就是要知道他點點點 配置幾個元素 這是一對的疊代器 那既然是第一個疊代器解參考之後 得到他的 Second 解參考怎麼還會Second呢?疊代器解參考 第一個是一個疊代器解參考之後什麼之後 First Second而已 這個配 OK Second New size 應該不是重回一個第二期 沒關係我們用蝙蝠期有靈感在一起 指紋鍵 全面還看不到 有個篇第12章 指紋鍵應該放在最後面 藏了一個指標 呂特朗P 這時候P就會死掉 他會複製一個指標給他 這時候複製的指標還是指向他動態配置出來的物語 調用這個的指令 你調用他會垂傳這個嗎 調用這個 Vector的指令必須負責清除 Vector 不是Vector 所佔用 就是所回傳 我垂傳指標 所指向的 記憶體 必須清除 所指向的 記憶體就可以了 佔用 那也是佔用 注意控管動態 記憶體是非常容易出得到 這整個都是灰色吧 這整個都是灰色吧 4 8 4頁 下一頁 這個因為我黑白掃描我看不出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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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全部都灰階了到下面 Less practice 我這改灰階這裡就 會回掉 不會耶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喜歡這裡都會接 修尼和迪利來管控管動態 管控或共盤都可以 然後管控 比較是 我們白話口語比較會用管控控管 一樣 陸續從事 就像我們縮解解說一樣 程序面臨三種難題 第一個忘了清楚記憶體 忘了將無用的動態記憶體 支援清理管理 這樣的 編程缺失 被稱作是記憶體耗漏 耗損泄漏披露 我們就用耗漏已經定驗了 耗漏比較好 就memory leak 或者說記憶體浪費記憶體耗漏 或者說記憶體浪費 因為那些無用的記憶體資源在整個應用程式執行期間 不再有機會 將不再有機會 將不再有機會 回歸到 歸還給 自由城放虛 再有機會歸還給 記憶體的自由城 歸走 如果想要進行程式碼的檢測 你找出這樣的記憶體耗的時候 我很難 如果想要 進行 如果想要檢測記憶程式碼 就好了 進行程式碼的檢測英文是這個意思 如果想要檢測程式碼 以找出 如果想要檢測程式碼 來找出 這樣的記憶體耗漏 是很困難 如果想要藉由檢測程式碼 來找出這樣的記憶 這樣的記憶體耗漏是很不容易 因為記憶體耗漏通常是無法偵測出來的 除非在應用程式執行的夠久 久到應用程式的這個耗漏不斷的 重複 耗盡了所有 你看這裡翻的多好 看這個都不用看元書了 這個時候才有機會發現這個紙漏出在哪裡 這是作文的嘛 前面耗漏這裡紙漏你也知道是指什麼 出了什麼紙漏 出紙漏啊 這個片影改成這個作文 第二個物件在被刪除後還企圖使用它 這種錯誤有的時候 可以藉由 這個定位到這裏 只能提供有限的防護 對啊有的時候嘛 可以藉由刪除該物件 之後隨即 可以藉由 在 這種錯誤有的時候可以藉由 以下 的方法 來 彌補 就是在 這個錯誤有時候可以藉由 以下的 辦法 就是在刪除 該物件後 隨即將 指向他的指標 隨便弄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實境秀 之前我們已經幫他改過作文了 然後我們一定也至少讀一遍嘛 或者甚至好幾遍 可是你看今天為什麼又改那麼多 看到那樣 隔幾天 尤其是才隔幾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 對我們中斷下 才復習 你就會發現原來自己 那時候改不出來 現在都可以改 作文就是這樣改嘛 有時候一時想不出來放幾天 你看我都很好的 為各位演說了 才 你自己看都有時間紀錄了 你看上一次 我們讀這一段的時候 你去查 應該不超過一個月吧 對不對 就已經 完全不知道當 你不要講什麼 我為什麼要來復習 早就忘記了 那當初寫什麼這個也早就忘了 所以現在就知道哪裡不行 可以再改 不過你一直在那打轉 改都改不出來 放著 過幾天 輕鬆的就發現一大堆 更不要說過好幾天 文章就是這樣 你每一次改就自己磨練一次 自己作文造句 國文作文怎麼會差 通常作文會差的不是什麼沒興趣 偷懶 懶然後程度差 程度差寫不好 當然就氣餒 就惡性循環 善有善包 惡有惡保 學佛的時候知道宇宙人生真效 大家都是未來佛 然後用什麼程度差的問題 你只要不是智障 你也長太重 八成都是自己偷懶 你看我們今天花這個時間 重複複習 就耐住這個啊 只要我們有事 除非沒時間那沒辦法嘛 有時間 那剩下就是你子女不耐煩嘛 你耐煩人在做天待 換一分 跟女一分鐘後就有不同的收穫 結果 休息一下 繼續 可以借我以下的辦法 就是在 我以下的方式 就是在刪除該物件 就是在刪除該物件後 隨即將 指向他的指標設為None 來偵測 對啊 看哪些指標已經是None 對一個指標下的底力預算後 即將該指標指定為Azine None Point 下文懸置指標不會就是在談這個問題 喔懸置指標這裡還沒有談到 在相同的記憶體位置上進行重複的操作 重複的刪除 不是相同在同一個 在同一個記憶體位置上 重複刪除 就好了 我一定是他原來中文版沒有給他改過來 在同一個記憶體位置上重複刪除 重複刪除同一個 記憶體位置 越改越簡單明瞭簡潔 當有兩個 以上指標指向同一個動態配置的物件 的時候 這種錯誤就 很可能發生 只要對其中一個指標進行底力預算 那麼該指標 所指的物件 其記憶體字位就會歸還給 自由記憶體 自由記憶體 自由存放區 就會自由 就會歸還給自由存放 如果我們又將 第二個指標delete 應該說 如果我們又對第二個 指標進行delete 這個 自由存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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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有可能虧損 可能 以上錯誤是很容易 很容易 可以 改成這樣 但又發現這些錯誤會修正他們卻是 非常的困難 兩稱號下可以利用智慧指標來全權控管 動態記憶體 以避免以上諸多問題 句子太長聽一下 智慧指標指揮在沒有其他的智慧指標指向該記憶體位置是 他才會刪除他所指向的物件 並釋放物件所占用 的記憶體 資源講不講都沒問題 在對一個 指標執行delete運算後最好重置他的 重置其子 重置他的子 當對一個 指標進行delete運算後那個指標所指的物件就被刪除了 該指標也就跟著 無效 也就隨之無效 跟著 所以他自己都 可以改得更好嘛 該指標也就隨之 無效 雖然那個指標這個隨之還比較文言文 可是白話也在用啊 知是什麼意思 代名詞的知 真的很可惡這些學生菩薩 當然不是全部啦 幾乎大多數 甚至是絕大多數 你看我上一期 每一班幾乎都當三分之二 幾乎 好像不到三分之二 可是都超過一半 不知道這幹嘛 有那麼難嗎 墮落真的是 雖然他 自己的母語自己天天要用的中文竟然這樣 隨便放逆 雖然那個 指標已經無效 即不在指向存在 的物件 但在許多電腦系統裡 該指標仍會持續存在 該指標並不會 因此 消失 而 人會持續存在 在這種情形下 該指標就會變成 所謂的 懸置指標 沒有 我反而 沒有加 重點 怎麼會沒有 都重要的 重要的 改這個字體 微軟中黑體 只要一個指標 指向 某個物件 的記憶體位置 加佔用是不錯 某個物件佔用的記憶體位 但在該物件被清除之後這個指標卻依然指向了他 的記憶體位置 的記憶體位置 這種以然無效的指標 就叫做 哇這裡真的翻得不錯 閒置指標 你看 真的不錯我們也是兒樂嘛 不好就改嘛 有沒有說是我改的 就維護自己 沒有啊 我為什麼可以往生希望之間 你自己看人在座聽嗎 所以我跟黃先生 黃明委會你們資訊系的有仇 沒有啊 就是論事嘛 就算自己也會不好嘛 對不對 不斷改啊 不斷就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就是最好的 類似鮑都行為的客套權 易可胡志偉 呆字指標 尋字呆字 太呆了嘛 Dangering point 要知道他發音 複製之後這裡 旋字指 Dangling pointer 大魯犯旋空 旋擺也是啦 都可以 Dangling point 你要聽這個聲音 這樣就可以 Dangling pointer 463 如果想表流 一個在疊力後的指標 我們可以指定那個指標指為 None point 也就是本標題 Resetting the value of the point Propied only limit 即使是這樣 也 也 僅僅 只有 有限的保護 可能有位置數量的指標同時指向那個位置數量 像玄智 智慧指針就沒這個問題嘛 他自己有這個參考技術 可智慧指針你不能說 指向同一個位置 你一定要藉由智慧指針不讓拷貝 複製 假如你另外再命名一個智慧 宣告定義一個智慧指針指向同一個位置那一定要完蛋 除非這兩個 不對喔 一個死掉 參考技術領了他都殺掉了 另外一個 智慧指針就變成玄智指標 所以還是 連智慧指針我覺得都是有限的 Limited Protection 想要找出所有指向同一個記憶體位置的指標幾乎是不可能是 我相信連 那個也是一樣 然後這個 練習應該不用 練習我們那個 重藝版就不貼這個 我們貼那個 練習完全沒有重翻力 這裡我們自己要重 有些翻的不錯我們就沒有重藝了 我先把我們推出去 先把我們推出去 12-27 他這個唯一差的是12-6 他 沒辦法複製 連結 不然 OK啊 都沒辦法 Fenge 這是原端的 這是本期的,這裡可以刪 不會那麼多了 這裡刪掉,這裡就不會那麼多了 還不如找這裡 刪掉,這裡就不會那麼多了 刪掉,這裡就不會那麼多了 T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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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issues, publish packages, and more T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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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頁 這太麻煩了 這沒有類別嗎?就直接看這裡 這個12-6 寫一個函式回傳一個動態配置 直接改了齁 嗯? 又是這樣 修走修走 可以到哪裡去了? 這都是影完修訂的嗎? 寫一個函式回傳一個動態配置的有印 就構成了 它會讀取標準輸入 來賦以那些元素的值 將那個Vector傳入另外一個韓式 來印出我們 讀到的值 記得在適當的值得開 再有 對啊 就這個 有影響的 有影響的 寫一個韓式 寫一個韓式 來回傳一個動態配置 還一個 有印 動態配置 對 這樣比較好 寫一個韓式 寫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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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寫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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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個會回產有動態硬構成的 寫一個會回產有硬構成的動態配置的Vector 將那個Vector 這個啦他就常常這個變那個 將這個Vector傳給 另一個函式 這個函式 會讀取標準輸入 會有 標準輸入 這個函式會有標準輸入 的值 這個函式會讓 有標準輸入 會有讓標準輸入值 這個函式會讓標準輸入值 來 初始化 那些 Vector內的 個元素值 這個函式會將 標準輸入的值 來初始化 Vector內的個元素值 將那個Vector 來指定為 因為可能已經建構了就已經初始化了 免得會有 起初最初 這個函式會讓標準輸入值來指定為 來指定給 Vector內的個元素 會將 這個函式會將標準輸入的值 指定給 Vector內的個元素 再將 這個Vector 傳給 另一個函式 來印出 我們獨到的值 前一個 函式獨到的值 記得在適當的時機 要 Delay那個 恩 記得在 適當的時機要Delay那個 我這個是 沒有 沒有那個的 沒有 沒有那個叫什麼 沒有 程式的 我這是沒有程式的 DOCX 因為我希望在網路上可以讀到 他應該是DOCX 連結負責要剪貼負 DEOCX 不能跑那個程式 那我想用那個標色快的怎麼辦呢 所以我要把 標色快那個變成一個範本 儲存起來 讓他可以 所以那個我要當 將做我的 我的聚集可以不好 我的聚集太多了 恩 開個Word要載入太多範本 好像也不太對 對啊 這樣好了我們另稱為 DOCX 以後開的還是 DOCM 對不對 我們先給他稱成DOCM 以後這個DOCX還是在 DOCM我們就用這個 十二來 做就可以了 把他全選 把他整個蓋過去 嗯 已經關掉了嘛 所以我們把 所以我們把 十二再打開 第十二這樣 我們把他蓋過去 然後另存 另存為這個名字 可是是DOCM 另存 DOCM DOCX 重一 重一 這個重一我們這裡應該還是DOC 這樣就可以 那以後我們就 那我需要的時候 不會吧 462 463 反正我剛剛是 用複製的應該都是最新的這樣 需要的時候我們再按右鍵嘛 存成 這個就可以了 編輯的時候是用DOC 可是我們 要發佈到網路上其實你們都可以下載啦 只是有時候 有些網路上瀏覽的軟體他不支援DOCM 他只支援DOCX 你看他這個怎麼會變DOCM 故意後面在 他其實全檔名字 是DOCM.DOCM 這是DOCM 搞什麼 尾巴怎麼是DOCM 搬掉 你的臭亂 不要嘛 重一就好啦 這是DOCM 這是DOCM 你看DOCM 都大那麼多 因為他 裡頭有一次承載到那個表單嘛 注意不要弄錯了 然後這裡 你 全部接受就好啊 怎麼還有這個紅線 全部接受停止 追蹤 463 寫一個 會迴迴纏有印 構成的動態配置 Vector 的函式 解一個 會迴纏有印構成 的 動態配置的 Vector的函式 好多的 將這個Vector 傳給另一個函式 這個函式 會將標準輸入的值 指定給Vector內 的各個元素 的各個元素 指定給Vector的各個元素就好 內不用嘛 再將這個Vector傳給 另一個函式 來 印出前一個函式讀到的值 其實何必前一個函式讀到的值 來印出Vector裡頭的各個元素值就好 記得在適當的時機要delete 記得在 就可以了 記得 在適當時機 delete 現在就有這個可以用 他是從那個 12章來 這個先保留吧 沒有的話你點這個超音節也可以 只好還有修改的話 看這也蠻輕的 可是這個 我這個Word也是沒辦法 有格式化 畢竟不是那麼靈活 我呢 12-6 快就可以切換 12-7還分兩個 一個12-7 一個12-7什麼的 Make sure argument by value 兩個 一起12-7 這是12-7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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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12-7 重做前面的這是使用sharepoint 這可以啦 好像有個快速鍵忘記是什麼 你維修令沒有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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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換句話說 我們換句話說可是已經不忠於原文 啊 這次使用 使用 因為不要清全嘛 不要清人家中文版權我們改型 使用sharepoint從做前面的練習 你看這個才比較中文 他那個是為了忠於原文 當然我們這就不忠於原文啦 對沒錯啊 可是意思一樣嘛 總是給中文 使用中文的 還要讓人家 你看我昨天討論過常立老和尚那個對不對 不能說他翻錯可是他就是 完全就是那個 哇這個是什麼 喔 是一條一個說明 有沒有 一個王子 點下去 太長有時候他還秀不出來 喜歡point class 喜歡point class會那麼長 小一點啊 佔太多空間 並參考 下面練習18點 應該用不著 剛才老在改寫之後 這裡其實好像我們這裡有 已經有幫他改寫了嘛 沒關係啦 翻譯一遍沒關係 12-8 說明下列韓式是否有哪裡有錯 這個韓式我們就不列了 你看這個什麼中文嗎 指出下列 韓式 的錯誤 指出下 列韓式可能 的錯誤就好啦 你故意要賣關子 對不對 指出下列韓式可能的錯誤 就可以了嘛 表示可能有錯也可能沒錯 18解釋下列程式碼會做什麼事 這可以啦 解釋以下程式碼 解釋一下 解釋下列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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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做什麼事 這要是中文 這是西家家的嗎 看這裡就知道 Auto Shift F 一定要 你看還沒有安張 要等一回才有 還沒那麼快 先給它貼過 這裡應該叫訂過 你看有了吧 沒有出錯 叫你 去設定一下那個也不會設 哪裡有錯 錯就錯在 這會死掉 死掉之後你沒有給它底力的掉 對不對 對 沒有底力的 沒錯 這個是 程式碼會做什麼事 啊 R2 那些 謝謝 十二字枝沒有 可是我還蠻作文的 我前面的沒有嗎 為初始化的指標會有問題 選擇指標也都有 因為沒有初始化的指標 他就是沒有指向一個有效的物件 不是就是 在這裡可以補充嗎 一個未經初始化 一直跑出孝經 有時候常用到孝經 一個未經初始化的指標 因為一個未經初始化的指標 初始化也太常用 取三個嗎 因為一個未經初始化的指標 因為一個未經初始化的指標 好 提上位 因為一個未經初始化的指標 其上位指向一個有效物件的指標 那麼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要怎麼才能有效 避免 有效的 一個指標成為懸置指標 何必還要納摸 如何 如何才能 何必有效呢 如何才能 才能夠就是有效嘛 不有效怎麼能夠 對不對 才能有效根本就是 英國人 英語他們就是要講很精確 中文就是很含糊 含糊不是馬虎 沒有真懂中文 你看那個民國初年以來 都是這樣 才會說中文的缺點怎麼樣 懂什麼東西啊 中國人是講求簡潔惡要 不是說簡潔到含糊其詞 那你不能 否定古人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不表示這中文的特色 那是有些人 省略過當嘛 這個 你說我省略嗎 當不至少呢 你能夠一定是有效 無效還能嗎 這個一體兩面的話 何必還要才能有效 除非你要特別去強調怎樣 意思到就好 主要如何才能避免一個指標淪為 旋置指標 那呢也不用啦 如果才能避免一個指標淪為旋置指標 我們可以 那未初始話當然就初始話就好啦 那如果一個指標淪為旋置指標 你要怎麼辦 讓他指向另外一個就好 就是他說的 重設其詞嘛 我們可以帶到指標就要離開他生命 帶到離開 意思就是他指標指向一個無效的物的時候 馬上指定一個性子 你看 我們可以帶到指標就要離開他的生命範疇之前 才對他指定delay的運算 對啦 這是對的 所以我們可以忍到 這是當然加一個盡量 我們可以盡量待到 也可以待嘛 待到指標就要離開他的生命範疇前 just before 才對他指定delay的運算 來清除與他關聯的記憶體 因為讓他不再有機會被別人 不要太早對他指定delay 這樣就可以避免該指標淪為前置指標 這樣就可以避免該指標 如果人家以後要改層次也會馬上接著就這個抵抵他自己也會注意嘛除非他水準太高 這樣就可以避免該指標上有被用到的機會 也就比較不會融為全制指標 這樣就可以避免該指標上有被用到的機會也就比較不會融為全制指標 在這樣的時機下對指標進行低 在這種這個時機在前述 在前述的時機下對指標 在前述的時機下才對指標進行跌裂運算 這已經有了嗎 沒辦法要遷就他英文就這樣 還是這是我補的 不管是刪掉雷醉 這可能是我補 如果我們非得或想要保留 如果我們非得保留或者想要保留 那個指標我們也可以在對他使用的抵抵以後 將他指定為None Point 這樣就能讓我們的程式系統 我們的程式系統 明牌 我們整個應用程式的系統 這樣就能讓我們整個應用程式系統 明白那個指標已不再指向任何存在的物件 他就不會融為全制指標 告知 也是一個著名 類似一種標注的動作 類似一種標注的動作 icon 這種原理類似一種標注的動作 這種原理類似一種標注的動作 要測試 這種原理類似一種標注的動作 即使這樣出來也只能提供有限的方法 動態 怎樣做啊,一大堆代名詞 怎樣做 即使這樣做,將Delete後的指標 即刻指定為Non-Spray 也只能提供有限的防護 動態記憶體的一個根本問題就在於同時可能有好幾個指標指向相同 記憶體位置,因此其實我們重置了 一個經過Delete後的指標指 不用嘛 重置了一個指標就可以,指可以省略 重置就重置指嘛,你知道 但這樣的防範依然可能只是 故事事理歸了,這個翻得很好 意思就是你翻也翻不過如此啦 絕對不是必走之,有時候都忘了是自己改 像剛剛那裡 到底是我們補充講的還是怎樣 對啊,因為我們這樣的操作只能保證那個經過Delete運算的指標 不會融為止 對啊 只能保證那個 重點是那個 經過Delete運算不會融為止 但對於那些 對不對 仍然 指向那個 記憶體 你看那個 這很好 記憶體位置的其他指標的人卻沒有任何連帶的影響 比如 這個 所以我們是 改成這個了嘛 已經改了 他這個已經是那個了,Votena P色文 指定為 None pointer P None pointer Q沒有影響 Q還要是記得 P這個指標指向動態配置 就是 指向動態的 指向動態記憶體 是由直接初始化 DRAG Initialize的方式來 設定其之的 P和Q都指向了相同的記憶體位置 對P做Delete就使得 P和Q同時 都 成了 無效的指標了 就使得P和Q同時都成了無效的指標 將P這支指 指定或重置為None 即指名 None pointer 是這個顏色 即指名P這個指標 都不在 我們講的其標字 剛剛才講的標註 標字或標註都可以 T這個指標不在指向一個存在的路線 Q呢 並沒有任何影響 依然還是指向那個記憶體位置 它也就 融為了 懸置指標 Q也就流來了 在此 P和Q兩個指標都指向了同一個記憶體 用在配置的物件 我們對P執行Delete運算清除了佔用的記憶體 隨即將P設為 None pointer 沒問題 將中間不插入任何記憶 見風插針 只能P執行而不在指向一個存在的物件 然而對P這樣的重置作用 QB沒有任何影響 Q角也在我們對P進行Delete運算值就成為一個無效的 因為它所指向的記憶體位置 P是完全相同的 在實際的實物上 很奇怪 實際的實物在實物上就好 就為了遷就 在實物上要找出指向 相同的 全部指標幾乎是不可能 impossible 這裡是很明顯你看到 沒看到的 應該說 在實物上要 找出所有指向 相同的 指標 幾乎是 不可能的 這才是中文嗎 要找出所有 指向相同 指標 所有 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種困難度不是我們手能講的 英文的邏輯是這樣 Surprising Difficult 出乎意料的難 其實就是 那就好了 喜喜章節 寫一個還是回傳一個由硬手構成 且是動態配置 對啊這比較囉嗦 我們剛剛比較簡單 可是太多的了 對不對 將那個Vector 作為引述傳入的另外一個 這個改過的 這還是會讀取標準輸入的方式來設定那個Vector 裡的元素 我們改寫了很多 也就是這個函式的參數列中 必有一個形別為Vector 印的 印的話 它是這個 將那個Vector 當作引述再傳入另一個函式 並用這個函式印出這個Vector的元素 記得在適當的時期對那個Vector進行Delete運算 你清楚不再需要用到的記憶體資源 反正真是沒話說 都可以出版了 我跟你講 從這個前面有這次使用 而不是 這次只要使用智慧指標 中文版稍微不同 有時候他翻得好就完全不改 那時候是在那裡是為了討論課文 現在還是如果有情依解釋 這個翻得也不錯 這已經改了 所以我new知道是動態配置的就知道不行 return是 流程控制的 玻璃是內建型別 這次是這個顏色 這次 區域變做這個顏色 這次內建型 這個顏色有 new in 看一下剛才有聽到那個鳥在叫 發生什麼事 烏鴉的叫聲 再來 其實下列車馬會發生什麼事 看的也不錯 不給他標顏色 using share point 就是搭配 智慧指標 share point 將智慧指標 share point 和new 一起搭配 16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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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初始的話 一個智慧指標 這個是原來的我們可以刪掉 那麼他就會被預設初始化一個空指標 智慧指標 沒有初始化像我們這個原來這個有沒有 他空了空了才會發生那個錯誤 要跑出這個錯誤 那解參考你push 他指向是我們那個vaker啊結果你在push up 建構的時候在對他做push的時候 對不對 他就會空 空的就表示他沒有指向任何的vector 有效無解沒錯 這樣就通了 就像表12.3所示 table 這個 Methes用neu 回傳的指標來做 智慧指標初始器 沒錯 這初始器現在了解了 用來初始的東西就要初始 氣就是東西 台語叫物件嘛 用來初始的東西 這裏有一個是空的 要不要錯掉 Docx 這也是Docx 這還不錯 他有 提示是給你forname 全倒名 真的傻傻分不清 今天都在這裏打轉 已經446 初始器的氣 就是 東西 東西的意思 就是 用來初始 就是 用來初始化的東西 就 叫做 初始器 這是 這是 紅點 物件 物件 你看 機器吸掌各個喝嗎 米甲 乎怎么嘛 你看这最先进电脑科学的物件 竟然就是台语最通俗的米甲这个两个字 用国语讲的就好像比较有学问喔 物件或物件导叫object 这知其然喔 就觉得没什么 有趣 骗了一些不懂的 所以他可以做 回传的普通指标 他也讲过嘛他其实underline 他底层的指标就是一个普通指标 那你没有给他出史的话他当然就是一个空指标 这样当 自动释出 所谓指向的动态配置的记忆体也会将new 所配置的记忆体给释出 所以他两个搭配在一起用 这是没有经过初始化 他只是可以指向一个 double的 智慧指标 double性别 这个是可以指向int 可是他是用42 来给他初始化 指向一个 42的int 智慧指标建构器若有指标作为引述的就是 express construction 就是不能隐含转 转型的建构器 是智慧指标建构器吗 这就是建构器 若有指标作为引述 这是以指标作为他的引述 他参数是指标性别 就是他就不是隐含转换 你必须明确 意思就是你必须明确给他 行别的指定 必须只用世界来初始化智慧指标 世界出来的刮狐狸 这是错的 对不对 智慧不能用指定的 他必须用 直接 而且一定要是一个普通指标 作为他的引述 或者你就要用max share 智慧指标出什么 这个我们要改到这里来 不用这里 刚刚我们开的 等一下做个书圈嘛 以后不要找不到 刚刚就是智慧指标 你们初始化都忘记 对不对 然后找不到 我后来说是 老后来说是 好 这个 普通指標跟這位標是不能直接 影韓的轉換 所以你不能 它傳回來是普通指標 你去想把它指定給這位標 這裡不行也是這個原因 應該是這樣 直接的 明確的 明確的產生一個 share point 你要回傳share point 你不能 回傳new 你這樣就等於它傳回普通指標 你卻想要給它 對不對 所以他講的智慧指標和普通指標這些 不包含影韓傳喚 這一樣 很重要一點 普通指標 普通指標和智慧指標是不能直接影韓轉換 所以這個才是不行 你不能直接 是不能直接影韓轉換 普通指標我們用的原色 這裏我們直接改這裏還比較好 這裏我們直接改這裏還比較好 這裏我這一集的文字會不會太多 就是因為智慧指標預定是用deliver來釋放預定 他裏頭 他如何可以 參考技術歸零的時候 他刪除指向的動態的部件 其實他其實還是不要用deliver做指印算 你好像我們自定義這個印算一樣 所以這裏智慧指標出指氣的普通指標也必須是一個指向動態配置的記憶體 對 不能是一個真正普通的指標 因為deliver後 他後面一定是要一個指向動態配置記憶體 不會不會出錯 你不能deliver一個普通 真正普通的 一般的指標就完了 其實我們這個要把這個定義界定好 不能 泛濫的說是普通指標 應該說一般 普通是相對智慧指標 普通嘛 智能普通 那一般的指標就他未必指向動態配置物件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東西覺得這個指標絕對不能作為deliver的因素 去做deliver的運算 我們要把他將智慧指標細節 導致向 其他種類資源的指標上 就必須制定出適合做deliver的迪態物的運算 我們將在 12.1.468學到 我們現在卡在哪裡 已經過了 如何制定我們自己的detection 刪除 Racing our detection code 所以智慧指標 你用預設的就一定要 配置到動態配置 假如你是要 利用智慧指標的功能去刪除非動態配置的物件的話 只要自己定義 那個destroy 摧毀的這個函式 否則他預設會掉delete 他就會去delete那個 指針 那個指針萬一不是指向動態配置了 他就會出出 所以他言下之意就是智慧指標還是可以 去做為一種應用 幫助我們去控管管控 剛剛我談過 因為一般的寫標 不是動態配置 可是這時候你就不能 當他參考技術歸零的時候他一定會掉用delete 那這時候你一定要 後面可能暈算有你要給他一個delete的detection 看一下那個表 對嘛就是這個 對不對 你要讓他指向一個的話你就要給他 你不給他這個 他就會掉用 delete 所以這個p2就不一定要指向動態配置 你沒有指定這個他就會 一定要是動態配置 他講的可能就是這個意思 你沒有誰 所以我會把你說 把你 UCSUS的 去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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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還沒有3 Rudging all on division code 不要混用智慧指標 就普通的指標和智慧指標 普通就是非智慧 是沒有辦法去 重複細節 把各個獨立 初始化的 獨立定義的智慧指標 細節在同一個記憶體位置 Inadvertently Inadvertently Vertently Inadvertently By the same memory To more than one 獨立創建的智慧指標 只要不是獨立的智慧指標 就Inadvertently 可以細節在一塊 獨立創建的 就不能 自 自然的細節在一塊 應該是指自然 所以表示它還是可以細節 你可能要有一種特定值 但是目前好像沒有講 是怎麼樣讓不同獨立 各自創建的智慧指標是無法指定到相同的動態 可以是記憶體 這有忘了按正題 所以 在中文版作文 OK 將SharePoint以用Dopput使用 估計SharePoint也出個聲音 就是我們首先若沒有 將一個智慧指標初始化 那麼它就會被 初始化為一個None指標 弄指標怎麼還要初始化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不用看 這句都廢話 會簽掉 若沒有將一個智慧指標 又是一個 智慧指標若未經 初始化 那麼它就會 是一個 智慧指標 弄指標怎麼還要初始化呢 就是一個弄指標 智慧指標若未經初始化 那麼它就會是一個弄指標 就好簡單明瞭 如錶 其實也要加初始化 因為 表示跟沒有初始化未定義的事還是有區別 如錶 意思就是它其實還是被初始化為None指標 就會是一個就預設是一個 如錶十二之三中所說我們也能以 虐迴傳的一個指標來初始化一個之外指標 如錶 如錶十二 十二點三 所見 我也能以虐迴傳的一個指標來初始化一個智慧指標 一個都可以拿掉 英文就二它一定要翻出來 我是一個學生 有這樣說的嗎 我是個學生就好了 或者我是學生嘛 一個 也能以虐迴傳的指標來初始化 智慧指標 這裡指標還可以啦 對不對 畢竟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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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指標 指向一個印的棋子為四色 這位指標有一種建構器 是介紹 你有回傳的普通子巴作為引縮 這種建構器是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我們就無法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我們就無法 隱含的將一個內建的普通子巴轉為 直接轉為 隱含就是直接 直接轉為指標 而且我們必須使用直接形式的初始化 直接初始化 來初始化一個智慧指標 這是錯 剛剛看過 剛剛看過 P1的初始化企圖 將逆武回傳的 因普通子標 直接建構出 建構出 或者初始化 或者指定 就可以修改 智慧指標 因為智慧指標接受普通指標作為引縮的建構器 是expressive 並不接受直接 是expressive 並不接受直接 將一個普通指標 轉為一個智慧指標 所以這個初始化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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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 韓氏在回傳 一個智慧指標的時候 也不能 一不能 一不能 也不能在他 的回傳數據上 回傳字記中 不可以 回傳數據上使用隱含轉型 應該說用到 不一定他刻意使用 使用好像刻意的 用到就是 你是這樣寫 你其實沒有刻意用 你無心殺人還是殺人 不能在他的回傳數據上 用到隱含轉型 來企圖將一個普通指標 直接轉換為 你回傳 要回傳就好 其實要轉換回 要回傳的智慧指標 比如像這個 按F4應該可以 不行 他記不下我剛剛的程式碼的動作 他記的是 這是錯誤 錯誤 企圖 隱含轉換為 share point 他回傳是一個普通指標 我們必須明確的 expres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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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掉了一個 expressively expressively 將一個share point 細節到 我們想要回傳的指標 我們想要回傳的指標 將一個share point 細節 這個細節 其實就是用他的建構器把兩個細節在一塊 普通指標跟智慧指標 就是他的所謂的他的底層的指標 就是這個 因為在沒有指定如何清除動態配置物件的情況下 智慧指標是會 因為在沒有指定如何清除動態配置物件的情況下 智慧指標是會用delete來清除該物件必釋放其關聯的記憶體 所以預設情況下 我們必須使用指向動態記憶體的指標來初始化一個智慧指標 所以我們想要將智慧指標比較細節到指向非動態 記憶體資源的指標 拿到Ki 那我們就必須提供自定的運算來取代delete 我們會在12.4 1.4 看到如何寫出自己的清理資源程式碼 清理資源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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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翻得還不錯啦 雖然比較湊長一點可是清除明了 不要將普通指標和智慧指標混著用 這翻得不錯 宣傳的智慧指標也只有 在其他宣傳的智慧指標是自己拷配出來的 A copy of a cell 才能妥善的對其所指之動態無限完成結構的動作 Cordoned Destruction 同步的 這應該是錯的 Cord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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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這也就是我們一直以來都建議各位 盡量去使用Make sure 不要使用New來控管記憶 動態記憶體的唯因所在 Make sure No way to 來配置所需物件同時也將 share point 細節到剛火箭上 因為在西加州並沒有 辦法去將獨立創建 啊真的呢 在西加州沒有辦法 可也就自行宣告 這重點 在西加州並沒有辦法去 將獨立創建的各個share point 與一個相同 的記憶體位置細節在一塊 More than one independent Create a share point 若我們無法在創建智慧指標同時 將其與其所指物件相細節 那麼我們就不再有機會這麼做 指標不能與其所指之物件 之物細節那麼要 那個指標又有何用 該指標又要如何來控管 該物件 其實不一定是建構啦 總之你在初始化的時候要將 他說不要混著用 要把它跟 New出來的這個普通指標 要細節在一塊 不能混著用就是細節之後就是用智慧指標去控管 想像 一下下列還是被智慧指標下游的操作 Parset hanser 0 去面子 Parset Parset share point 使用point 超出範圍了 並被摧毀了 可是你在傳給他的時候已經複製一次 和他在這裡定義 所以他指向的那個 參考技術應該還有 PTR會在 被護教室創建密室的時候 和離開的時候他就死掉 465 Other way to define and change C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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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P Q Q是另外一個區域變數 P控管 做得很好 P控管普通 內建 形別指標Q Q Q Q必須指向由Nu 所配置出來的動態片 記憶體為止 且其形別必須能轉換為T 的指標 CM1 正按 子行別轉換 CM1 CM1 Assume翻錯 這個中文滿錯 我們就不用聽了 這個P 成績了 Unipoint 所以指標U 這裏應該是參數 應該是灰色 這裏應該是參數 應該是灰色 這裏應該是參數 對其所指動態物件的所有權 繼承他的所有權 經過此印算後 U就成了一個Nu指標 因為U是 一定要獨佔式的 有人跟他分享他就 靈畏玉碎不為外耳圈就給他 對不對 Unipoint 他就變成一個空指標 這倒是有定義他自動變空指標 不會變成懸置指標 對不對 P Assume Owner 對呀 成績嘛 這是成績 很明顯 他竟然是假想 他不知道英文有 成績的意思 假設 承擔承受 承擔承受 繼承 這有分錯 P層繼了 內建指標Q對其所有物件的所有權 內建指標是這個顏色 對其所有物件的所有權 必須 Q必須可闖換成T 對T行別的指標 P則可使 則使用 可呼叫物件D 這是另外一個 可呼叫物件 是這個東西 類似韓式的顏色 來取代 DL有運算值 以刪除 前面有來了嗎 就改成以刪除Q所指 的物件 以刪除Q指向的物件 所指 兩個都是引數 所以就是用 灰色 你刪除了 並釋放其所徵用的治癒品 一下用來 一下用以 一下用病 作文嗎 改一下 或者鵝啊 鵝刪除 鵝嗎 來取代 應該是兩個互刺啦 以刪除Q指向 而釋放其所占用的 記憶體之類 你講不講都沒關係 然後P是 相關P2的一個好貝 對 這是內建指標 那這裡的P是指智慧指標 所以沒有成績問題 等於是共享資源 對其所指 物件的參考技術就會加1 現在至少有P和P2指向相同的動態 目標設置的使用手指 只不過P使用可護膠物件 對 D 來取代Delete 如果P是一個 指向其 如果P是指向其物件的唯一 限量point reset 會摧毀那個物件 如果有傳入內建型別指標的選擇性數 Q P就會指向Q所指的右鍵 P和Q指向同一個位置 Q Q 是普通指標 否則就讓P變為None 意思就是這一個的話 P不會是None 它會變成是Q跟Q指向同一個 這的話 P會變成None指標 然後 物件會被摧毀 它指向 若有提供 可護膠物件 D 那就是 Deletion 就會用D來釋放 P所指向的記憶體資源 只要P關聯的參考技術為0 那如果不是為底當然就不會釋放 我就會使用Delet來 釋放P所指向的記憶體 英文版好像也錯了 4470應該就 把Q拷貝給 Q 如果他用Q的話將Q拷貝給P 所以音釋放的 音釋P的物件所佔用機 怎麼會是Q呢 對啊 英文版有誤 絕對是英文版誤 要命 視野 英文版誤 從文版也跟著誤 測試英文版錯誤的程式嗎 真是盡慶說不如無所容 所以我們倒是P保留 沒有啊這裏 這錶要留的 改中文滿作文可能不會改錶 會嗎 沒有 這錶要留 真的是盡慶說不如無所 這裏的定義變更其實就是 指定或初始 可以刪掉 可呼叫 Colabal Colabal 因極類似結構 Colabal Bunch 由此句更可見 品數參數的差別在哪裏 就各司 掌管了什麽值呢 各司什麽值 那時候中文系才會寫這種記者 這個 Parameter To process 是 Passed by value Process函數的參數是由 傳值的方式 又值的方式傳進來 所以這個 Argument To process 是Copy 引述 給process的引述是藉由 拷貝的方式去 又值就拷貝 By value 是進入 給 PTR 引述和參數 差別在哪裏 Dangerous 這是用普通 指標 因為Prime Polycon 它的 危險 不是錯誤 是危險 是企圖用普通指要管理動態倍式出來的物件 對不對 那普通指標還可以用這種直接初始化 Process Process Share point 這是錯誤的 X 直接傳給他 Process前面看到定義了 然後他就Share point 因為他不能 直接將普通指標轉換成智慧指標 那這是可以的 將這個普通指標 明確的 調用他的建構器 和一個智慧指標細節來 但是這個Memory will be deleted 因為你這個是區域變數在這裡 你這個 不在外面建構一個智慧指標在這裡建構的話他的參考機率會只有1 技術只有一離開這個Process 參考機率0 再有沒有智慧指標指標指標 是不是他配置出來的這個 這裡 就被刪除了 那這裡這個就被選擇指標 注意啊他這個連貫的 S就這個S 所以你把這個S直接代入是錯的 把這個S建構這裡是可以的 可是卻會變 讓這個X 因為 Share point只有1嘛 他離開這個區域之後他扣掉0了 S指向的物件現在跟Share point是同一個 Share point歸0 直接刪除物件 S就變成懸空指針了 懸置指針 Memory will be deleted 最後你再要用 X解參考當然錯 因為X已經指向一個不存在的物件 解參考當然錯 因為他是對 Int的參考所以解參考之後就會是一個Int 型別的資料 S is a dangling point 這個完全了解 如果要混用普通子 這就是混用 當我們將管理 記憶體的全責交由普通指標 全責由普通指標 交給智慧指標 我們就不該再用普通指標來試圖存取他指向的記憶體位置 即使你要混用就絕對不行 普通指標也就是對內建型別的指標 普通指標未必 對啦 普通指標是相對於智慧指標要講 表示這個普通是智能普通 不是什麼 一般指標或者內建型別指標 就未必是智能 因為我們所謂普通指標 他還是指向動態配置物件 只不過他是 或是智慧指標 叫普通指標 可以有指向非動態配置物件 正常就我們之前學到MP的指標都是 好先休息一下這一節到這裡為止 阿彌陀佛少造業多念佛 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大家 往阿彌陀佛 少造業多念佛 繼續 因為韓式的參考 是以職來傳遞的 還是ByValue 所以你看像我們VBA可以說ByValue 或ByReference VBA是這樣寫 可是西甲家裡頭他是用 參考 那就表示不是傳職了 那他這個是 像這種他不是 他直接 Process 他前面有Process的定義 他是這個指針 不是說對這個行別的參考 所以 所以 對他的參考那個時候才是傳職 不是傳職 所以給Process這個韓式的引書會被拷貝成 這個是這 Process韓式的 定義 這個韓式的引書會被拷貝成 PT啊 拷貝一個SharePoint會遞增他 與他相關的 參考技術 也就是有多少SharePoint 和他指向同一個 参考機的Reference 正確來講 應該是對某個 物件 融為動態物件的參考技術 即有多少字 會 指標指向 參考 對啊 這也是講完全正確 參考到改物件 所以應該翻譯成 指向係數 還比較傳聖大力 在Process這個韓式的區塊中 這個參考技術的折至少會是2 當Process接行完後 PTR會被銷毀 好 消通常是這個消 而其 還真的有水不 而其關聯的參考 技術則 隨之消 地檢 但卻不會降到0 因此當這個區域變數被摧毀 譬如說指的 記憶體將 不能得到死 因此要正確的使用這個PARSE的韓式 而不是讓他用過的記憶體得不到 就應該以SharePoint作為他的影作 來導入給他 所以正確的在我身上 就是每個都在一起 第10位 你不可以去選擇的 你不可以去選擇的 我可以選擇的 你不可以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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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還是指向的印 這兩個遙遙相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這個例子中 我們不能直接用一個內建型別普通子白號當作引數 長給發生 但是卻可以用一個以內建型別 逆舞出來的普通子白號來明確借工一個Express 暫時性的share 當作引數 長給發生,然而若真的這麼做 雖然在城市的邊緣上 與直心上 或許並不會出現什麼大的問題 大的錯誤,問題還比較,錯誤比較嚴重 然後這麼一來對動態記憶體的控管 就得貌上很 大的風險,這翻得不錯 可以想像像下面這樣的情形 剛講過 傳給他 不能傳 可是這是可以的 可是 這個參考技術只有1 當他死掉的時候他就把它刪了 那你這個 S就變成懸置值分 雖然可以正確編譯 此時等於有兩個指標 一個是x的普通指標 一個是由x創建出來的智慧指標 同時指向 沒錯 跟關聯的參考技術有卷則1 但在實行 實際執行時一旦離開的process放手 這個share point 所指向的物件 將會隨著這個share point的消失而被刪除 沒錯,因為這個是 share point以及關聯的參考技術在parse的區塊中只有1 離開的區塊就降為0 他說指的物件也就隨著刪除 當你在使用這個的時候就死了 這兩個要要相對 對一個已經失效的指標做解參考 當然 運算是未定義的行為記錄 沒有意義的操作 此時s認為一個懸置指標 Angering pointer 在上面呼叫parse的程式中 我們將一個暫時性的share point 當作引出傳給parse 這個暫時性的share point會在他所在的函式 parse 實行完畢後 就被摧毀 就被銷毀摧毀都可以 當他被摧毀時就會將他 關聯的參考技術 減1 這麼一來 原本只有1的參考技術就會歸零 此時 這個是暫存的share point 指向的動態物件就會 被刪除 但x還是一個活指標 活著的指標 並沒有因為share point的小蛇死 他仍然指向先前他所指向的那個記憶體位置 也就是已經被share point掏空 都翻得很好 在那個記憶體位置 所以 x 如果能避免的就融為一個閒置指標 現在開始對x的一些操作 都將會是未定義的 沒有意義的事 這翻得很好 我們將share point和普通物件的細節再一塊 細節重要之法 我們就是將控管該記憶體的真交給了那個share point 當我們把一個普通指標原有的責任 控管動態記憶體的真交給了share point 我們就不應該 不應該 不應該再用 那個 我們就不應該再用那個普通指標來存取 不一定是一個內建指標 我們前面講過了 當然他是內建指標 可是普通是相對智能的 智能指標就是普通 所以其實智 智慧指標應該翻成 方式 也不應該是一個 kra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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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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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